第161章 莱根华子 李承刚这才恍然大悟 炒股这种事情很神奇 但凡是股民遇到一起 肯定会相互交流一下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你买的什么股票 只不过 李承刚对于这种股民之间的交流 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原因很简单 所谓的交流 这个前提必须是要建立在 两者所掌握的知识 是相互对等的 要不然就是屈婉柔那种 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会聆听 或者就是白彬彬那种级别的美与空姐 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和他交流股票的时候 其实李承刚更像是在给他讲解 而像是董大勇这样的 李承刚其实没什么兴趣交流 原来是这样 那还真的挺巧的 李承刚敷衍地说着 脸上的冷淡 一览无疑 假如董大勇识去的话 李承刚觉得他肯定就不会继续再聊下去了 李兄弟 我个人也炒股 而且也有好几年了 昨天在饭店里 听到你和你妻子说 关于什么是好公司的认定标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简单明了 颇有一种大道质简的感觉 董大勇看出来了李承刚的敷衍 但他非但没有自觉闭嘴 反而还继续和李承刚聊了起来 是吗 李承刚笑了笑 随口说道 我们就是吃饭的闲暇 至于瞎聊聊而已 我说的那些 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和观点 当不得真的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董大勇认真的看着他 诚恳地说道 李兄弟 我知道 我可能刚才打招呼的方式 是稍微有些冒昧了 但是我保证 我真的没有恶意 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想和你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说着 他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一盒中华 抽出来一根地象李承刚 来跟华子抽一下 不行 不等李承刚开口说话 沈莫农就抢先果断说道 这山上有树木 最好别在这里抽烟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董大勇一愣 哑然失笑 将香烟又塞回到烟河中 咱们一边爬山 一边聊 可以吗 李承刚不好拒绝 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好吧 李兄弟 我炒股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董大勇一边走 一边认真地说道 但说实话 我一直都是瞎吵 被套住了之后 就会死死拿着 然后就在08年的大雄市中 一路拿到底 跌得很惨 后来我逐渐才明白 一个道理 在股市中 要顺势而为 不能逆势而行 要不然 只能是越做越错 李承刚有些惊讶意外地 看了他一眼 想了想 试探地问道 董大哥 那你现在是盈利 还是亏损 我之前亏损了80% 现在吗 盈利300%左右吧 董大勇笑呵呵地说着 啊 沈莫农身体一震 惊呼说道 这么厉害 李承刚也是十分震撼 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 说道 董大哥 那你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亏损80%之后 还能盈利300% 这可真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到的啊 哈哈 李兄弟 你误会了 董大勇摆了摆手 笑呵呵地说道 我之前亏损80% 是指的我08年 入市的100万本金而已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 炒股的道理后 我又往账户里面 充了1000万 然后将之前 亏损的80万都赚了回来后 我又赚了300万 老实说 如果按照全部资金量 来计算的话 我只盈利了20%多 其实还是很菜的 李承刚和沈莫农 两人 灯食无语 仔细打量了一下董大勇 这家伙其貌不扬 穿着打扮也都很普通 从外表看上去 真的不太像是一个 可以随便拿出来 千万资金炒股的人 但李承刚知道 有句话说得很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其实真正的有钱人 并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张扬 而是十分低调的 张扬的那些人 在以前被称为爆发户 现在被称为土豪 沈莫农看了一眼李承刚 美眸里面充满了疑问 李承刚笑了笑 他猜到了沈莫农心里在想什么 这家伙 不会是吹牛逼吧 董大哥 你能用1000万的资金 将之前亏损的钱 全部都赚回来 而且还小赚一笔 这其实也很了不起了 李承刚认真的说到 许多股民往往都是 一开始入市 只用几万块钱资金 但后来资金就越投入越大 但亏损也是随之放大的 你能够先亏后赚 其实就已经超过绝大多数的股民了 我觉得 还是占了资金的便宜吧 沈莫农秀梅微醋 忍不住说道 亏损了80万 对于1000万的资金而言 不过就是8%的比例而已 也不能赚回来吧 第162章 炒股就是修行 董大勇听到他的话 笑了笑 点头说道 这位美女说的不错 其实亏损的比例也不算大 所以就轻松赚回来了 李承刚苦笑 轻轻捏了一下沈莫农的御手 解释说道 莫农 事情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要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办法 就算你资金量再大 你也没有办法赚钱 股市里面可不是越有钱 就越能赚钱的 但是有钱总比没钱的 赚的速度要快吧 沈莫农不服气的反驳说道 翘脸一片认真 没错 李承刚点头 笑着说道 但你别忘记了呀 钱多的话 亏起来的速度 同样也很快啊 李兄弟说的没错 董大勇在一旁笑着点头说道 我后来又往股市账户里冲了一千万 一开始 又是亏损了百分之三十 然后我一狠心 割肉出来了 那段时间一直就在想一个事情 股票为什么涨 又为什么跌 那后来呢 想通了吗 董大哥 沈莫农好奇的问着 有一天忽然想通了 董大勇认真点头 笑着说道 我有一次在外面逛超市 无意中看见了商场导购员 在进行一粒新品牛奶的促销 有许多人都在抢购 那天逛超市的人 几乎是人手一键 小扇一样的牛奶 没过几分钟就被人抢过一空了 我当时脑海里忽然间闪过一个念头 我想 一个上市公司好不好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他的产品是不是畅销 是不是赚钱 而一粒股份这么大的公司 他一年赚几亿 这样的公司 他又不可能倒闭 既然倒闭不了 将来随着不断扩张发展 不断推出新品 赚钱就是迟早的事情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在那个瞬间 我感觉自己仿佛明白了什么道理 我连超市也不逛了 直接回家 然后我把我之前的亏损操作记录 仔细的了一遍 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 我之所以亏损 除了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不懂趋势 我觉得 所谓的趋势 就是看一个公司 是不是好公司 如果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好 那他将来肯定会上涨的 如果一个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差劲 那他肯定是要倒闭的 然后我就一狠心 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一粒股份 然后就一直拿着 后来 就像是我想的那样 随着一粒股份的经营不断向好 股价也是越来越高 每年也稳定的分红 我之前的亏损 全部都在一粒股份上赚了回来 说着 董大勇笑呵呵的看向李成刚 所以 李兄弟 你昨天在饭店里 和你妻子说如何分辨好公司的理论时 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体会 原本我以为 我们就是萍水相逢而已 没有想到 竟然在这华山之巅又遇到了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们认识一下 毕竟 炒股的人很多 但是对于股市的理解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相同 能够遇到一个 有着同样理解 对于股票同样看法的股友 我真的挺想认识一下的 李成刚这才恍然大悟 旋即顿时 有些汗言 看来刚才是自己想的有些狭隘了 他干咳了一声 解释说道 不好意思董大哥 我刚才不知道你是这样的想法 有些失礼了 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哈哈 没关系没关系 董大勇摆了摆手 笑呵呵的说道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毕竟 我以前也和一些股友交流过 但后来很快就发现 如果对于股市的认知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话 那交流起来 真的是鸡同鸭讲 没有共同语言 不至于吧 董大哥 沈莫农当时就笑了 说道 都是炒股的人 怎么会说不到一起去呢 莫农 你不懂的 李成刚对于董大勇的话 有着深刻的体会 笑着解释说道 哪怕就算是都炒股 但由于每个人的认知和想法 都是不同的 所以也不可能聊到一起去 你接触的多了 自然就明白了 好吧 听到他这么说 沈莫农奄然一笑 说道 我也不懂股票 所以对于这些 其实也都不懂 话不能这么说 董大勇笑呵呵的说道 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就像是我炒股 是在大幅亏损了之后 才领悟出来一个炒股的道理 而你 直接就领悟到了炒股的道理 在我看来 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董大哥 你可别这么夸我 我那都是乱买 误打误撞 沈莫农名嘴笑了起来 我不这样觉得 董大勇收敛起笑容 认真地说道 炒股就像是一场修行 有人在其中 苦苦修行十几年 也没有丝毫长进 或者是修行了十几年 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真谛 但有些人 一入股市 就明白了其中的真谛 我觉得 你就是这样的人 第163章 炒股的境界 董大哥 你可真会说话 沈莫农名嘴笑着 再这样让你夸下去 我都要晕头转向了 董大哥说的 炒股就像是修行 这个观点 我是十分赞同的 李承刚笑着说道 仔细想想 莫农 你在炒股这方面 或许还真的有天赋 有悟性吗 这东西 也需要天赋和悟性 沈莫农正了一下 这时 三人已经爬到了 华山北风之巅 在这里 有一块大大的石头 上面刻着 华山论剑几个大字 有不少人 站在这块石头旁边 合影留念 站在这里 眺望周围的山峰 周围的山峰 有些半山腰处 还漂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看上去仿佛在云中一般 我帮你们俩人拍张照片吧 董大勇笑呵呵的说道 沈莫农和李成刚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两人手拉手 食指紧扣 站在那块 刻有华山论剑的石头前面 董大勇拿出一部数码相机 分别找了好几个角度 给两人拍照 期间还指挥两人 应该如何站位 董大哥 你这拍照技术 感觉还不错的呀 拍完照片后 沈莫农走过来 从董大勇的手里 拿过相机 仔细看着 还马马虎虎吧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照相 也经常自己出门旅游 所以 这几年将拍照技术 也提高了不少 董大勇笑呵呵的说着 阳光照射在身上 暖洋洋的 这个季节在山顶上 不冷不热 沈莫农降相机 还给董大勇后 盯着华山论剑那块石头 旁边那行字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以碧冤端向了一会儿后 目光看向远处 闭上眉眸 让阳光和微风吹拂在脸上 他伸开双手 仿佛像是要拥抱空气似的 李承刚站在旁边看着他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假如他穿的是一身汉服 配合上这里的景色 看上去肯定会像是仙子一样 李兄弟 董大勇走到李承刚身旁 低声说道 你和你妻子的感情真好 真的是羡慕你们 还好吧 李承刚刚咳咳了一声 心里有点尴尬 他转移话题说道 董大哥 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自己以前开了一家工厂 做了差不多十年吧 觉得太辛苦了 就将厂子转出去了 现在什么也不做 偶尔看看股票 董大勇笑呵呵的说道 如果非要给自己加个职业的话 我想全职股民 应该比较适合我 我这几年的生活花销 其实都是从股市里面赚到的 那你很厉害啊 董大哥 李承刚佩服的说道 你现在已经进入到 股民炒股的最高境界了 炒股还有境界 董大勇一愣 玄机哑然失笑 说道 难道就像是武功高手一样 他指了指那块 刻有华山论剑的石头 当然有了 李承刚笑了 说道 股民炒股有十大境界 不知道 董大哥你听说过没有 说来听听 董大勇好奇地笑着 这十大境界 是不是就像是江湖门派那种划分 沈莫农睁开美眸 走到李承刚的身旁 很自然地抓住他的手笑道 差不多吧 李承刚笑道 股民炒股的十大境界 是这样划分的 第一境界 就是出入股市的新股民 雄心勃勃 对理财投资充满兴趣 想要在股市里面 实现钱生钱 这样的股民 通常都是在牛市中跑步进场的 第二境界 新股民在牛市中出战告捷 赚了一点小钱 痴迷于每天买入卖出 对于股评家的话深信不疑 每天都会认真地看股评家们 煞有其事的分析 第三境界 这个时候的新股民 发现股评家的话 其实也是不可信的 时而准确 时而不准 更重要的是 新股民发现在股市里面赚钱 并非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 于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找寻各种资料 学着分析公司基本面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价值投资 但很多时候都会发现 公司的财报盈利都很好 但股票不但不涨 反而还下跌 感觉价值投资都是假的 第四境界 算是从新股民晋升到了韭菜 他们开始苦心钻研各种技术指标 认真学习 按照指标操作 发现时零时不零 偶尔能够小赚 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大亏 操作上也是一团混乱 时而短线 时而长线 对于指标懂的是越来越多 但资金却是越来越少 这个阶段的韭菜 要么就是对指标彻底失望 要么就是对股市开始绝望 说到这里 李承刚缓了一口气 看见除了董大勇和沈莫农 两人听的入迷之外 周围竟然又凑过来几十个人 认真的在听他讲述 这下子弄得李承刚有些不好意思 停了下来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见他不说了 连忙催促说道 大兄弟 你接着往下讲啊 我们这么多人都听着呢 第164章 华山论谷 是啊 哥们 再讲讲呗 我已经知道我在哪个境界了 我想看看后面的境界是什么 对 没错 那几十个人纷纷催促着李承刚 看着这群人 沈莫农轻轻捏了一下李承刚的手 迪生说道 他们都是炒股的吗 嗯 应该是 李承刚点头 迪生说道 不是股民的话 谁有兴趣听这些啊 炒股的人可真是多啊 沈莫农有些意外的说着 哥们 一个年轻人看李承刚闭口不言 连忙走过来 拿出一盒中华烟 抽出来一根地给他 关心的说道 然后再接着讲吗 是啊 兄弟 一个中年人拿过来两瓶饮料 硬塞到李承刚和沈莫农的手里 喝口水 润润喉咙 接着再讲讲吧 老哥我炒股五六年了 一直都在亏损 头都大了 刚才兄弟你说的 炒股这几个境界 简直就像是在我说的经历啊 没错 我也是这样的 我是09年那波小牛市时 看见周围朋友赚钱 也跟着开户炒股的 就像是这个兄弟说的一样 刚入市是在牛市末期 倒也赚了点小钱 每天买入卖出的 后来一下子就被套了 又有一个中年人苦笑着说道 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每天听股评价分析 自己研究上市公司情况 研究财务 研究指标 还买了好几本书学习 反正到现在 理论学了一堆 懂得好像越来越多了 但依然还是不懂该怎么炒股 资金也是越赔越多 哎 他重重叹了一口气 谁又不是这样呢 一个二十多岁 相貌娇好的美女 附和地说道 我看大伙都是这样 帅哥 你休息一下 接着讲讲后面几个境界 我看看 我这辈子 还有没有希望到达后面的境界了 各位大哥大姐 帅哥美女们 李承刚被这些热情的听众 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他解释说道 我就是朋友随口瞎说瞎聊的而已 这些可当不得真的 兄弟 你就别谦虚了 其实你在说到这十大境界之前 我刚才就听到你们俩人聊天了 你们俩人都是炒股高手 我们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习一下 希望能给我们大伙一个机会啊 那个年轻人 一脸渴望地看着李承刚 就是 小兄弟 我觉得遇到就是缘分 大家都炒股 说实话 我觉得 在这里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在股市里浮沉 但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该怎么投资操作的朋友 咱们今天恰好是在华山上 古有华山论剑 咱们今天来个华山论谷 好不好 递给李承刚饮料的那个中年人 笑呵呵地说着 好 华山论谷 有意思 小兄弟 你就是王仲阳 当年华山论剑 众人推选出来的高手 今天就给我们指点一下迷惊吧 众人纷纷附和地嚷嚷着 华山论谷 沈默浓听地 忍不住鸣嘴笑了起来 低声对李承刚说道 挺有意思的 你看大伙都这么热情 你就接着讲讲呗 我也很想听听 后面几个境界是什么 是啊 李兄弟 你就接着讲讲吧 董大勇笑着劝说道 李承刚抽了一口烟 沉饮了一下 将烟头丢到一旁的垃圾桶里 对众人认真的说道 各位大哥大姐们 其实我也就是随口瞎说而已 既然你们想听 那我就接着讲下去了 不过我事先生命啊 我说的话 不对号入座 如果我有哪些地方说错了 还请大家别见怪啊 没关系 你就说吧 就是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谁还没有分辨能力啊 众人纷纷嚷嚷着 李承刚咳嗽了一声 清理了一下嗓子 接着说道 这第五个境界 就是新韭菜变成老韭菜的阶段 处于这个境界的股民 对于股市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认识 对于各种技术指标 更是能够滔滔不绝讲出来 他该怎么使用 在这个境界的股民朋友 会陷入一个迷茫阶段 因为不论是根据指标操作 还是根据上市公司 基本面情况去买入 总是亏损多过于盈利 怎么做 怎么错 股市好像和自己 在作对一样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有许多人 都会从第一境界 慢慢进入到这第五境界中 然后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感觉什么技术指标 基本面都是假的 尤其是那些技术指标 假如不理会 随便乱买入的话 成功率居然还会高过 依据技术指标买入 然后就认为 什么技术指标 基本上通通都没有任何用处 炒股就是赌博 运气好了 就赚钱 运气不好 就亏钱 然后就放任自己 也不再继续学习了 就凭借直觉买入卖出 渐渐的 又是不知不觉的 回到了以前追场杀爹的日子里 第165章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没错 就是这样的 那个低饮料的中年人 狠狠拍了一下大腿 叹气说道 我这两年就是如此 感觉学了一堆东西 说有用吧 他还没什么作用 说没用 偶尔还能起到作用 有些时候一冲动 胡乱买入的股票 反而还能盈利 所以干脆 还是凭借直觉来得了 我也是 我感觉这些东西 都是用来骗人 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个美女 也是连连点头 别打断这个小兄弟的话 让他继续说下去 中年妇女不满的 白了两人一眼 这两人干笑了一声 立刻闭上嘴了 能够进入到第6境界的股民 一般就比较少了 第5个境界非常关键 许多股民朋友 其实都是在这个境界之中 迷失了自己 也停下了脚步 李承刚认真的接着说到 第6境界的股民 就算是高手了 他们拥有多年的股灵 通过不断的实战 逐渐摸索出来一套 属于自己的交易模式 虽然还会亏损 但已经能够控制心态 将亏损视为 是交易的一部分 用平常心来对待 交易的时候 赢多亏小 第7境界的股民 已经不看所谓的 任何技术指标 只是简单看看 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明白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然后就采取趋势 拨断交易的方法 当趋势向上 就买入持股不动 当趋势走坏 就直接清仓离场 然后等待下一次交易机会 这种股民 其实就已经摸索出来 属于自己的道了 第8境界的股民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 完整独特的交易模式 他们不论别人怎么说 只相信自己 每天也只是在收盘后 看看买入股票的走势 不破趋势线 对于股价的波动涨跌 毫无任何心理波动 他们的交易模式 越发成熟 稳定 第9境界的股民 就像是武侠小说之中 所说的手中有股 心理无股 他们对于整个股市的波动 都了然于胸 炒股时 进退自如 第10境界的股民 不会再痴迷于股市 而是将股市 当作一个投资场所 每年都可以实现固定盈利 通过这个境界的股民 早就已经达到了 财务自由的阶段 对于股市 更是十分了解 他们已经明白 股市其实就是人生的道理 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股民 万人之中 或许才能够有一人 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完后 李成刚拧开饮料 咕噜咕噜喝了几口 看着周围若有所思的众人们 他笑呵呵地说道 各位大哥大姐 这就是股民的十大境界了 李兄弟 你到达了哪个境界 董大勇想了想 笑呵呵地问着 我 李成刚沉吟了一下 说道 我估计 我现在就是第6境界吧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交易模式 做到赚多亏少了 是吗 那个中年人瞬间抬起头来 眼神炙热地看着李成刚 试探地问道 兄弟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交易方法呀 是啊 那个年轻人也激动地说道 兄弟 我能跟你学习吗 我想和你学习炒股 我也想 中年妇女接着认真的说道 你开讲座吗 你要是开讲座 我第一个报名学习 李成刚连忙摆手摇头 笑着说道 各位 你们别激动 我刚才其实就是随便瞎说的而已 小兄弟 你太谦虚了 那个中年人根本就不信他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 技术而已 大哥 是这样的 李成刚摆了摆手 认真严肃地看了一眼周围众人 说道 并非是我藏私 不想将自己懂得的技术和交易模式 拿出来给你们分享 而是 炒股这件事情 千人千法 每个人对于股市的认知不同 自己的心理 承受能力不同 这两点就造成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别人的交易模式 套用到自己的身上 那是绝对不行的 沈默农在旁边忽然间开口说道 这就像是 学霸有学霸自己的学习方式 哪怕将这种方法告诉了学渣 他们也都学不会 也不会明白的 是这个道理吗 李成刚眼睛一亮 连连点头 说道 莫农 没错 就是这样的 他转过头 看着周围众人 认真地说道 各位大哥大姐们 炒股要有属于自己的方法 你的方法 是基于你对于股市的理解认知 以及自己的交易习惯 而打造出来的 只想着借鉴别人的方法 这在我看来 和你们去升班套用那些僵化的技术指标 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顿了一下 他迟疑地说道 说句很不好听 但是非常实在的话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尤其是在股市中 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交易模式 那必须要不断学习 不断反思总结才行 他指了指身旁的董大勇 说道 在我看来 这位董大哥 其实就是属于 第十境界的炒股高手了 你们可以向他学习一下经验 第166章 危机就是危险中有机会 第十境界的炒股高手 听到李成刚这句话 众人瞬间齐刷刷的目光 就看向了董大勇 董大勇先是一惊 旋即哭笑不得的连连摆手 解释说道 各位 你们可别听李兄弟乱说啊 我怎么可能算是高手 我觉得这位小兄弟 不可能说假话的 那个中年人十分肯定地说着 目光炙热地看着董大勇 兄弟 你就教教我们呗 是啊大哥 那个年轻人 也是激动不已地看着董大勇 我真的不会 董大勇连连摆手 但是周围众人 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 被他糊弄过去 炒股方法 李承刚看得心里暗笑不已 一旁的沈默农见状 名嘴偷笑着 捏了捏李承刚的手 凑到他耳旁 低声说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还真不是 李承刚同样凑到他耳旁 闻着他的发香 轻声说道 其实对于这些古民来说 最简单的方法 往往就是最好的办法 哦 沈默农一正 不明白他的意思 等会儿我给他们解释一下 你就明白了 李承刚轻笑着说道 各位 你们听我说句话好不好 另一片的董大勇 被众人纠缠的苦笑不已 无奈的贪手说道 好吧 我承认 我炒股的确是赚了一些钱 我在几年前买了一粒股份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动 差不多算是长线交易者吧 你就买了一粒股份 然后就一直没动 就赚钱了 中年妇女皱着眉头 喃喃自语的说道 难道那句长线是金 短线是银 波段是钻石的话 是真的吗 长线持股 真的能赚钱 我以前也是过长线交易 那个小年轻说道 但是拿了好几年 不但没有赚钱 反而还从盈利变成亏损了呀 各位 我真的没骗你们 董大勇举起双手 苦笑着说道 真的 我真的就是这样炒股的 难道买只股票 一直拿着不动 这样就算是 第十境界的高手了 中年人表示怀疑 皱眉看向了李成刚 那这样算的话 这所谓的第十境界高手 也太简单了吧 各位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们 李成刚收敛起笑容 认真的解释说道 你们只是 看到了董大哥买股的表面 但是你们都没有认识到 这其中蕴含的道理 这其中有什么道理 中年人追问着说道 他所谓问的话 其实也是众人心里的疑惑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董大哥买入伊利股份 是有他自己的逻辑和认识的 他之前和我说 他在超市之中 看见伊利股份的推销员 正在推销伊利股份的新产品 而且逛超市的人 几乎是人手一键 李成刚一边说着 一边转过头 对董大勇说道 董大哥 你是2008年买入伊利股份的 对不对 没错 董大勇点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008年时 国内爆出来了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那就是奶粉行业中的 三具情案事件 李成刚认真地说道 这就是市场上的黑天鹅 当时不论是国内 还是港股的奶业股 都是跌幅十分猛烈的 许多人在这时 都纷纷抛售奶业股的股票 并且不再看好 但董大哥却是在生活中 察觉到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 伊利股份他依然还在推出新品 而且大众依然还愿意 去接受它 这就是在奶粉业 遭遇黑天鹅事件之中的机会 危机这个词语 就是危险之中充满机会的意思 但是很多人 都看见了前面的危险 并没有看到危险中隐藏的机会 巴菲特老爷子有句话 叫做 别人贪婪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婪 我觉得 董大哥在当时买入伊利股份 他是有自己判断的 比如 伊利股份是个大公司 牛奶是日常生活用品中 许多人都会喝 都会购买的东西 除了牛奶之外 伊利股份 还有其他业务等等 但当时由于奶业 遭遇到了黑天鹅 所以 奶业股被市场所抛弃 类似于伊利股份 这样的好企业 他也会遭到市场的错杀 在这个时候 分辨出来 哪些企业是其中的好公司 然后买入持股不动 将来自然肯定是会获得回报的 滔滔不绝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后 李承刚喝了一口饮料 看着认真聆听的众人 另外 董大哥在买入时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只要是好公司 只要他的主营业务稳定 还在不断推出新产品抢占 扩大市场份额 那么迟早有一天 他的股票价格 会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第167章 适合自己 就是最好的 请大家记住 这才是其中的关键 认识一个公司 认识一个行业 从生活中去感悟理解股市 通过公司不断的经营发展 享受公司发展 带来的红利回馈 这才是长线持股的精髓 这其实也是炒股最简单的办法 李承刚说着 看向那个年轻人 笑着说道 兄弟 像你那样 不认真去考虑一个公司好坏 不去考虑他的前景 随便买入一只股票 长线持股做长线交易 也不一定会赚钱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石油 假如当年上市你买了它 那这五年过去了 它的股价回去了吗 别说五年了 其实就算是拿十年 也肯定依然是被套牢的 听到他拿中石油来举例 众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们笑什么 沈莫农一头雾水 忍不住问道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满仓中石油 李承刚笑了笑 说道 中石油2007年上市时 最高股价48元 现在都2013年了 它的股价付全之后 也只有8块多而已 这么惨 沈莫农的美眸里 充满了惊讶 那当年买入中石油的人 岂不是赔惨了吗 是啊 那个年轻人在一旁笑着说道 有个段子 是这样说的 当年我45块钱买入中石油 被套了以后 我心想着 就当给儿子存着 以后他结婚时 卖掉股票 给他买辆汽车 几年后 他卖掉了中石油的股票 加了一些钱 给儿子买了一辆电动车 扑吃一下 沈莫农当场就忍俊不惊 笑出声来 这么惨啊 是的 李承刚点头 旋即 他看向众人 认真的说道 各位 我刚才举例中石油 这只股票的意思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 长线交易的话 必须要对上市公司的情况 有一些了解 在上市公司 被市场低估时买入 在被市场高估时卖出 如果是公司经营很好 业绩不断攀升增长 那就应该坚持持股不动 直到公司的业绩出现停滞 不再继续增长时 卖出就可以了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但是董大哥的这种长线交易法 我并不是很推崇 为什么啊兄弟 那个年轻人不解的问道 这位董大哥 既然长线交易赚了钱 那我们也学习长线交易 不就行了吗 兄弟 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炒股千万不能升班硬套别人的方法 李承刚摇了摇头 解释说道 因为炒股这种事情 资金量比较大 是千万级别的 他这种资金量 如果采用短线交易的模式 对于选股的要求是极高的 而且董大哥并不适合短线交易 他之前采用短线交易的模式 曾经大幅亏损过 而有些股民朋友们 他们的资金量比较少 在十万块钱左右 又没有耐心去长线持股 喜欢每天买入卖出 那这样的人 他就适合去钻研短线交易的模式 还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 他们每天没有很多时间 去时时刻刻的盯盘 这样的人 就应该考虑中长线持股 或者是波段持股 如果他们去做短线 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毕竟 短线交易 必须每天都要有充裕的时间去看盘 去抓住盘中的波动 这样才能够达到低买高卖 但如果没有时间去看盘 有些时候明明有机会盈利了 但却是没有卖出 这样的人去做短线 那肯定会亏得很惨 顿了一下 李承刚看着若有所思的众人们 认真的说道 各位朋友们 炒股这种事情 说它简单 它也简单 说它难 它也很困难 其实在我看来 炒股不外乎两点 第一 你的心态控制 第二 你的交易模式 是不是能够坚决执行 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 不论是投机还是投资 相信都能够很快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交易模式 炒股最怕的就是 你明明适合做短线 但你偏偏去做中长线 结果在股价最低迷的时候 你却是止不住内心的恐惧诱惑 在最低点卖出了 而当股价开始上涨时 又因为胆怯 不敢再上涨初期买入 结果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曾经持有的股票 一路涨到了天上去 而适合做中长线的人 却因为盘中波动 而跑去做短线 那这样的人 肯定也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从始至终 我一直都在 强调一件事情 别去升班硬套 别人的操作模式 毕竟 别人的始终都是别人的 只有自己领悟出来的操作模式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而当你领悟出来 属于自己的操作模式后 只需要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 不去违反你的操作模式 然后在交易中 不断改善它 我敢保证 坚持一年后 你肯定会走上 持续稳定盈利的道路 第168章 不能创造机会去交易 说得好 戴李承刚说完后 那个中年人 率先用力鼓起掌来 旋即 众人纷纷拍手鼓掌 吸引了周围 许多游客的目光和好奇 小伙子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中年妇女 带掌声平静下来后 一脸疑惑地问道 比如说 我觉得我自己适合做短线交易 那我怎么才能够持续稳定的盈利下去呢 大姐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 李承刚收敛起笑容 认真严肃地说道 如果你觉得你 适合做短线交易 那你不妨试试 一个星期最多交易两三次 最好是一次 然后每次交易过后 找个笔记本 将你这次买入股票后 因为什么原因盈利 把它记录上去 如果亏损了 同样将你亏损的原因 记录上去 然后在下一次交易时 去避免上一次 因为某种原因所导致的亏损 看见这中年妇女 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李承刚只好具体解释说道 大姐 比如你上一次 是因为追涨了而亏损 那你就记录下来 下次交易时 上涨的股票你别买 就买下跌的 如果盈利了 那你就记住 这一次盈利股票 它之前的K线组合 它的成交量和换手率变化 它当时的技术指标形态是怎样的 然后在下一次的交易中 按照上次盈利总结出来的经验 找到相同K线组合 成交量和换手率 以及技术指标形态的股票 再次买入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中年妇女瞬间恍然大悟 一脸感激的说道 小兄弟 真的是谢谢你来啊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对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李承刚笑着说道 大姐你请说 中年妇女认真的问道 那比如 我上次买入股票盈利了以后 我寻找下一只 和她有着相似的K线组合 成交量和换手率 以及技术指标形态的股票时 我发现全市场里 都没有一只这样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李承刚当时就笑了 摇了摇头 认真地说道 很简单 一个字 等 等 中年妇女一头雾水 不明所以 没错 李承刚点头说道 大姐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短线交易并非是天天交易 而是要等到有合适的机会 确定性非常高的时候 你再买入一只股票 就像是你刚才说的那样 如果没有发现有相同类似的股票 那你就耐心等待 等着市场上有一只股票 走出来 你能够看懂的K线组合 成交量和换手率之后 你再去买入它 不就行了吗 顿了一下 他认真的说道 炒股 心态第一 技术第二 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强调呢 那就是因为 许多股民在炒股时 没有机会 他们非要偏偏去创造机会 比如说今天的市场 明明不适合买入股票 但他们还要去交易 还要去买股票 那市场暴跌了 他们能够幸免吗 有句话说的好 有条件就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个办法在现实生活中 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 但是炒股时 如果也用这样的方法 那最终就只能 是以亏损赔钱告终了 我明白了 中年妇女用力点头 苦笑着说道 小兄弟 真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术啊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亏损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就像你说的那样 明明市场没有机会 但我偏偏还要自我幻想着 有机会 然后去买入股票 我亏钱 那也真的是我 自己活该啊 没错 我也是这样的 有个人附和的苦笑说道 我也是属于 创造机会的那种人 李承刚注意到 虽然有些人没有说 但他们脸上的表情 已经证明了一切 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已经在这里聊许久了 李承刚咳嗽了一声 说道 各位叔叔阿姨 大哥大姐们 时间也差不多了 毕竟 咱们今天来爬华山的目的是 为了爬山 不是在这里聊股票 我觉得 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才纷纷醒悟过来 哼 股票这东西 还真的是让人着迷啊 那个中年人感慨的说道 只要一谈论起股票 时间过得 就似乎格外快 没错 我也是这样的 中年妇女点头说道 我感觉还没有听过瘾呢 李承刚文言心里暗存 这要是让你听过瘾的话 估计今天这山就别想爬了 兄弟 那个中年人 看见李承刚要走 连忙说道 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李承刚犹豫了一下 停下脚步 歉意的说道 可以 大哥 但是我事先声明 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我知道 中年人点头 玄机认真的说道 你认为 什么时候能来牛市啊 第169章 牛市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是啊兄弟 你炒股这么厉害 什么时候能来牛市 你肯定能看出来吧 你就告诉我们呗 好不好 那群人听到这中年人的问题后 瞬间全部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纷纷看着李承刚 李承刚犹豫了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 他真的不想回答 但是 看见众人期盼的眼神 犹豫了一下 李承刚慢慢的说道 其实 我个人觉得牛市已经在路上了 真的 众人瞬间激动了起来 没错 李承刚点头 加重语气说道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句话 小兄弟你说 中年人连忙用力点头 说道 我们肯定都会牢牢记住的 没错 打死我也不会忘记的 其他人纷纷附和着 在我看来 是不是来牛市 其实并不重要 李承刚认真的说道 重要的是 你们的心态 你们的技术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迎接牛市到来的准备 如果没有心态 也没有技术的话 就算是牛市来了 对于你们也未必是件好事 因为对于新股民而言 牛市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而对于没有心态和技术的老股民 同样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 那中年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众人也都是愣住了 沈默农不解的捏了一下李承刚的手 轻声说道 我听说 不是在牛市之中赚钱很容易吗 为什么你觉得 牛市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呢 每一轮牛市都会有许多新股民 开户入场炒股 但这些开户入场的新股民 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牛市的中期 或者是末期才进场 而他们之所以炒股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听说了 类似于在牛市中好赚钱这样的话 才开始炒股的 李承刚认真的说道 而在牛市中 新股民的确很容易就能赚到钱 即便是亏损 也能很快就涨回来 这样的市场 会让新股民产生一种 炒股其实也不过如此简单的心态 甚至有些人 连续买了几只股票后 就开始飘飘然 以股神自居 怂恿周围身旁其他人也进来炒股 并且煞有其事的 给他们推荐股票 顿了顿 李承刚接着说道 这些新股民 没有经历过股灾和熊市的洗礼 在牛市结束时 他们所赚的钱 往往都会连本带利的还给市场 每一轮牛市收割的 其实就是这样新股民 因为他们不知道市场风险 在赚钱以后容易发飘 甚至有些人尝到甜头后 开始加大投入 最终都会亏损累累 还有一些没有建立起 自己交易模式的老股民 在牛市中前期 凭借经验大赚特赚 到后期同样收不住手 往往一轮行情结束后 运气好点的 坐了过山车 运气不好的 同样也会被收割 真是这样的吗 沈默农惊讶地张大了美眸 嗨嗨 人群里有一个中年人文言 有些尴尬 叹气说道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 我炒股时间比较长 认真算下来 经历了两轮牛市了 但都是前期赚钱 后期亏损 坐了过山车 那个年轻人 则是苦笑着说道 我就是上次大牛市 兴冲冲进来的 一开始 的确是天天赚钱 我那个时候 天天请朋友吃饭 结果后期 就像是那句话说的一样 当潮水退去 才知道谁在裸泳 牛市后期 我将之前赚的钱 全部都赔光了不说 还搭上了自己的本金 所以我才说 牛市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李承刚认真严肃地 环视了一眼众人 陈生说道 各位朋友 相遇就是有缘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牛市马上就要来了 或者他已经在路上了 牛市中最简单 也是最笨的方法 就是五股不动 一直拿到最后 有些股票在牛市初期 他不但不涨 反而还会跌 但是到了牛市后期 基本上这些股票 他们都会上账 所以千万别像是 故事中掰玉米的狗熊 到了最后才发现 自己捡到的玉米是最小的 还不如老老实实 拿着一开始的玉米划算 嗯 我知道了 兄弟 谢谢你的提醒 那个中年人 一脸感激地 对李承刚说道 大哥你客气了 李承刚摆了摆手 正打算走人时 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牛市和熊市的操作不同 牛市重市 熊市重置 在牛市中 题材就是最好的炒作对象 越是会讲故事 有新兴概念的股票 就是被爆炒的对象 而在熊市中 业绩稳定确定的股票 才是最好的 一切讲故事 说概念的股票 都不会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抓到 这次牛市的红利 好了 就这样 具体的个股 我是不会推荐的 什么是好股票 我也告诉你们了 希望你们自己去寻找 说完这句话后 他头也不回地拉着沈默农 快步向远处走去 第170章 夜宿化山 没有想到 你这么受人欢迎啊 走远了之后 沈默农回头看看 那群人没有跟上来 他转过头笑着对李承刚说道 我忽然间有种感觉 你猜猜是什么 看着他笑颜如花的样子 李承刚心里一动 笑着说道 你该不会发现 你捡到的男人是个宝吧 啊 沈默农文言登时一惊 用复杂的目光 盯着李承刚看了看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有缘分这么一说 什么意思 李承刚不明白 他想说什么 我刚才的确是这样想的 沈默农感慨地说道 没有想到 你竟然能够猜到 那很正常 李承刚哈哈一笑 打趣地说道 我这么优秀 你觉得捡到宝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当然不正常了 沈默农白了他一眼 男人怎么能够猜透 女人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倒是 李承刚哈哈一笑 两人手玩手 沿着山上的道路 向西风爬去 一路上不论是李承刚 还是沈默农 他们都没有松开彼此的手 道路并不宽敞 有时遇到对面来人 两人就贴着山壁站着 直到来人过去后 两人才重新手玩手 往前继续走 在这华山之巅上 两个心灵孤独寂寞的人 彼此手玩手 他们这一直 无比珍惜着对方 李承刚想到了一句话 两个人在一起 至少要出去旅游一趟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感受在异地时 彼此依靠 相互慰藉的感受 才能够确定 是不是真的适合在一起 莫农 累吗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爬了一会儿后 李承刚看见沈默农 白皙圆润的额头上 布满了汗珠 拿出纸给他擦了擦 不用 沈默农抬头看了看天色 说道 我们今天晚上 就在山顶上露宿吧 怎么样 我怕半夜冷 李承刚迟疑了一下 这才四月底 到了半夜肯定了 但是我们今天肯定爬不完了 我想将这几个风都走一遍 可以吗 沈默农美眸里 充满了恳求 李承刚心里一软 点头说道 好吧 说完 他锤打了一下双腿 苦笑着说道 我觉得双腿 就像是灌签了似的 沉甸甸的 你这是在家里 坐的时间太久了 沈默农指着山街旁边 移出空地说道 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李承刚没有拒绝 两人坐下来后 他常常出了一口气 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这一个多月 几乎天天都在电脑前坐着 我以后得锻炼身体了 是啊 不能久坐 沈默农说着 翘脸忽然间莫名其妙的一红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李承刚健壮 有些莫名其妙 沈默农悄悄凑到他耳旁 轻声说道 男人久坐的话 影响那方面的能力 李承刚这才恍然大悟 看着他如花似玉的翘丽容颜 伸手轻轻在他腰间摸了一下 轻声说道 为了你 我也要锻炼身体 讨厌 沈默农称道 不正经 李承刚健壮 忽然间想到了一个笑话 说道 莫农 你知道为什么死神要叫死神 而不是叫死鬼吗 为什么 沈默农想了一下 摇了摇头 叫死鬼的话 显得多不正经啊 李承刚哈哈大笑起来 扑斥一声 沈默农也笑了起来 轻轻掐了他一下 笑骂道 没正行 休息了一会儿 两人继续往前走 之前在北风上 和那些古民聊得有点久了 着实耽误了不少时间 到了下午六点多时 两人才来到西风 这时 已经有许多游客 都从西风下山了 沈默农看了一眼 疲惫的李承刚 犹豫了一下 咬了咬阴唇 说道 要不然 我们也下山吧 不用 李承刚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我没你想象的 那么娇柔好不好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啊 我其实也有点累了 沈默农言不由衷地说着 默农 没关系的 你一直都想爬华山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 自然是要玩尽兴了再走啊 李承刚轻轻捏了捏他的手 温柔地说道 我陪你 没关系的 谢谢你 沈默农深深看了他一眼 太阳沉下山后 山上很快地就暗了下来 两人走到一处客栈 租了两件军大衣 出来后 在附近找了一处宽敞的平台 相互依偎着坐了下来 随着夜幕降临 天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出现了 或许是因为山高 也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 夜晚的星空十分迷人 繁星点点 好久都没有看过 这么美的夜空了 沈默农仰着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夜空看着 美眸里似乎也有星光在闪动 李承刚觉得 他的手有些凉 关心地问道 莫农你冷不冷 第171章 沈默农不见了 还好 沈默农转过头 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柔声说道 辛苦你了 和你在一起 我只觉得幸福 怎么会觉得辛苦呢 李承刚哑然失笑 将他往怀里抱了抱 沈默农温柔顺从地靠在他怀里 柔声说道 我现在忽然间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李承刚好奇地问道 沈默农痴痴地盯着他 看了一会儿 伸出手 轻轻在李承刚的脸上抚摸着 我担心我会爱上你 那我可怎么办 李承刚微微一正 看着他的俏脸 那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沈默农想了想 柔声说道 一开始是不讨厌 后来是有些喜欢 现在嘛 是特别的喜欢 我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男人 你喜欢我什么啊 李承刚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着 只有没本事的男人 才需要工作 沈默农收敛起笑容 认真的说道 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打拼出一片天空 炒股也算是事业吗 李承刚忍不住笑了 算吧 沈默农想了想 说道 我这个人看人一向很准的 你肯定会成功的 而且 我相信 你将来肯定也不会满足于炒股 或许你会开个投资公司之类的呢 开公司 李承刚想了想 说道 我还真没有想过 我现在 只想通过炒股赚点钱 太远的 我还没有去想 人都是这样的 沈默农将目光重新投向璀璨的星空 喃喃自语低声说道 想的太多了 未必是好事 想的少了也不行 其实也别想太多 也别想太少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慢慢向前走 只要不停下来 几年之后 回头看看 就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走出很远的距离了 李承刚一正 他想到了 自己这些年来炒股 从刚入市时的菜鸟 到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盈利 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想法 有了属于自己对于股市的认知 这其实都是自己这几年来 每天坚持分析股市 坚持复盘 认真总结每次交易盈亏原因 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的 就像是许想 许多股民一谈到他 只会谈及他从四万块钱入市 到最后的身家百亿 但很少有人会谈及到他 入市几十年来 每天坚持复盘 并且一看就能看到半夜两三点钟才休息 日复一日 几十年来 除了老婆生孩子那几天 他没看盘之外 其他时间几乎都一直在研究股市 莫农 你说的没错 只要坚持做一件事情 日复一日 每天都再一点点提高 日子久了 终究会有回报的 李承刚说到一半 忽然间发现 躺在怀里的沈莫农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闭上眉眸 沉沉地睡着了 他看来是累了 李承刚放轻呼吸 将他身上的军大衣 又往紧裹了裹 看着他安静地睡姿 李承刚心情有些复杂 他感觉到 沈莫农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也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 夜空中一颗流星划过 李承刚想到许多人都说 看见流星要许愿 但还没有等他想好许什么愿望 流星就消失不见了 一阵微风吹来 李承刚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他连忙将自己身上的军大衣裹颈 抱着沈莫农 感受着他身上的温度 不知不觉中 李承刚靠着身后的山壁 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之中 李承刚觉得有点冷 他下意识双臂环抱住 隐隐约约之中 他忽然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摇了摇头 忽然才想起来 他和沈莫农在华山上 莫农 李承刚一个机灵 低头看了一眼 怀里空空荡荡的 而且沈莫农的军大衣 还在他腿上搭着 但是人却不见了 李承刚一跃而起 借助着星光 急急向左右看着 月光下 树影随着山风轻轻摇晃着 在山壁上映射出来光露怪力的影子 在这静悄悄的深夜 显得有几分争鸣恐怖 莫农 莫农 李承刚着急地喊着 声音传出去很远 但却是没有听见沈莫农的回答 手里拿着他的军大衣 李承刚心里一片冰凉 脑海里突然间闪过沈莫农白天时 在缆车上说过的一句话 其实如果掉下去了 或许就是永远在一起了 李承刚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 他心里冒出一个可怕至极的想法 他不会是 趁着自己睡着 一个人跳下去了吧 第172章 我们结婚吧 不会的 不会的 李承刚不敢继续再想下去 他用尽全身力气 喊着沈莫农的名字 焦急地在石阶上快速跑着 由于天黑看不清楚石阶 李承刚被绊了一下 亮亮呛呛地 差点摔到石阶另一侧 深不见底的悬崖下 莫农 莫农 李承刚心里的担心害怕恐惧 在这一刻 彻底爆发了出来 声音里面也忍不住带有一丝哭腔了 眼泪刷得一下就涌了出来 他不知道深更半夜 沈莫农究竟去哪里了 最主要的是 刚才这差点掉下去 让李承刚联想到 万一沈莫农没有看清脚下的路 摔下去了 怎么办 我在这里 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李承刚心里一个机灵 用尽浑身力气 仰起头喊着 莫农 莫农 是你吗 是我 一个声音从山上传来 这个声音被山风吹得支离破碎 李承刚凝聚而立 仔细倾听 才终于可以确定 的确就是沈莫农的声音 上方的石阶上 传来一道手机的亮光 李承刚加快脚步 向上走了几步 他终于看见了沈莫农玲珑有致的身影 莫农 李承刚一个箭步冲过去 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将他勒得差点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他发疯一样的亲吻着沈莫农的翘脸 语无伦次的说道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直到这一刻 李承刚的心终于回归了原位 沈莫农察觉到他脸上湿漉漉的 连忙腾出手 在他脸上摸了一下 当时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我怕我找不到你了 李承刚有些哽咽的说着 我一觉醒来 没有看见你 我找遍周围都没有看你 我 我都快要吓死了 对不起 沈莫农双臂紧紧抱着他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被冻醒了 看见你睡得香 就没有喊你 我想自己看看夜晚的华山 我就往上走了走 不知不觉就走了这么远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李承刚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 他伸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 双手拖住沈莫农的翘脸 看了他一眼 对准他的红唇 用力的亲吻了下去 沈莫农双手死死抱住他 热烈的回应着他 这一吻 李承刚将他心里 刚才所有的恐惧 和失而复得的那种激动 都彻底爆发了出来 两久 两人才分开 沈莫农将头 依在他的肩膀上 低声说道 对不起 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 我下次要是想做什么 一定事先提前告诉你 嗯 李承刚紧紧抱着他 突然间他心里一热 冲动的说道 莫农 要不让我们结婚吧 你觉得怎么样 结婚 沈莫农身体明显一震 抬起头来 美眸盯着他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结婚吧 李承刚认真地看着他 加重语气说着 沈莫农没有吭声 美眸里面闪动着复杂的光芒 过了许久 他主动轻轻在 李承刚的脸上亲了一口 再次一在他怀里 悠悠地说道 对不起 我不想再考虑结婚的事情了 为什么 李承刚冷了一下 难道你这辈子 就要一直单身下去吗 我不是还有你吗 沈莫农轻轻地说道 那我们算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吗 李承刚追问着 沈莫农过了几分钟后 笛声说道 我们是情人 我们也是情人 但我不想 我们是夫妻 那是为什么 李承刚有些想不通 夫妻就像是刺猬 沈莫农依靠在他身上 闭上了美眸 喃喃自语地说道 靠得近了 扎得慌 靠得远了 又觉得冷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 你关心我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何必要一张纸 来证明我们的感情呢 可是这样的话 李承刚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觉得对你很不公平 我不这样想 沈莫农睁开美眸 在星光下 他一双美眸闪闪发亮 认真的看着李承刚说道 我觉得公平 并不是靠一张纸 就能够给予的 你知道吗 刚才我看见你找不见我 都急得哭了 我心里又难受 又感动 我不想要什么名分 只要你还是单身 那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情人 我还想和你生个孩子 你想认他也可以 不想认他也可以 等你将来结婚了 或者有女朋友了 我就会主动离开你的世界 第173章 你这样太傻了 你这样太傻了 李承刚心里 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他紧紧抱住沈莫农 你一个人如果有孩子了 别人会怎么想你 怎么看你 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沈莫农微微一笑 平静地说道 我的生活 不需要别人来评价 更不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 我只想做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可是 李承刚的话还没有说完 沈莫农的御守 就捂住了他的嘴 你在乎我 你就答应我 好吗 李承刚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 他叹了一口气 我怕你将来会后悔 我离婚的那一天起 我就想过了 我的生命里 以后肯定不会有后悔 这两个字 沈莫农嫣然一笑 在月光下 他的笑容显得妩媚至极 山上的景色特别好 我们上去吧 好吗 好 李承刚点头 两人相拥着 小心翼翼地向上爬 到了一处平台后 视线豁然开朗 看着远处的群峰 李承刚有种心胸开阔 一切都不在乎的感觉 他突然间有些明白 沈莫农的想法了 你看这景色 多美啊 沈莫农指着月光下 隐约可见的群峰 目光痴迷地说道 爬山的意义 就是在于 让人可以放下一切 人的一生 跟着这些屹立了数万年 百万年的山川河流相比 是多么的渺小 顿了一下 他悠悠地说道 其实今天到了华山上 我才发现 我之前心里的那些不满 都是在自己弃自己 人生短暂 不开心的事情 就要将他都丢掉 开心过好每一天 珍惜身旁现在的人 那就足够了 你说的没错 李承刚点头 珍惜身旁现在的人 两人裹着军大衣 紧紧靠在一起 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彼此之间 谁都没有说话 当太阳从山脚下缓缓升起 第一吕晨曦洒落到群峰上后 李承刚转过头 看了一眼沈莫农 他察觉到他的目光后 转过头来 两人彼此之间相视一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在华山上 又逗留了几个小时 最终两人又折回到了西风上 坐着缆车下山了 回到酒店里 两人一起冲了走 相拥着入眠 这一觉 李承刚足足睡到 第二天清晨才醒来 他看见沈莫农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 梳洗完毕 并且换了一身衣服 穿着运动装的沈莫农 虽然漂亮 但李承刚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直到他现在 换上一件白色路肩的衬衫 一条黑色西裤 配合着他脚上的高跟鞋 李承刚才忽然间发现 之前的沈莫农 少了一些什么 是他优雅端庄的气质 尤其是他这件白色衬衫 领口处不是传统的衣领 而是用花边来塑造 一种高领的款式 看起来更加凸显 他的优雅气质 看见李承刚目不转睛地 盯着自己 沈莫农对他温柔的一笑 将衣服丢到床上 柔声说道 起床了 我们今天去哪 李承刚爬起来 一边洗脸 一边问道 当然是回西安了 沈莫农笑着说道 我想去钟楼 鼓楼看看 顺便去城墙上走走 再去看看兵马俑和大唐不夜城 你觉得怎么样 听你的 李承刚简单地回答道 坐上高铁 返回西安后 两人先去了兵马俑 然后又去了秦始皇陵 下午时又回去逛了钟楼和鼓楼 傍晚 两人在城墙上 慢慢骑着自行车 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 沈莫农轻声说道 真好 李承刚看了看 不明白哪里好了 夜晚 逛完大唐不夜城后 回到酒店里 这一次是沈莫农主动索取 每当这时 沈莫农总会变得妩媚妖娆 和平时优雅端庄的他 仿佛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甚至不需要李承刚提起 沈莫农就会主动配合着他 两人双双达到极乐巅峰后 才相拥在一起 沉沉睡去 美好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几天的时间 一眨眼就过去了 回到广市后 沈莫农并没有让李承刚送他回家 再出了机场后 两人就分开了 玩了几天 李承刚回到家里 打开股票软件 一瞬间 竟然有点陌生感 又仔细的江银之劫 乐视网 以及特瑞德这几只股票 都认真复盘一遍后 李承刚忽然间想到了 中科精才这只股票 嗯 看了一眼中科精才的走势 在2013年4月26日 临放价钱的这一天 中科精才的收盘价格 还不到28元 比起白冰冰的同事 孟颖和王东两人 当初32元买入的价格 足足下跌了百分之十几 李承刚看了看中科精 才几个月前 两次回踩支撑位的走势 心里暗存 这一次 应该又要触底反弹了吧 第174章 竹力其实也很贪婪 不过 李承刚也仅仅只是看了看 就没有继续关注了 但他还是将中科精 才这只股票 放到了他的自悬股里面 触底反弹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 触底反弹 都是会以小鹰小羊的走势 缓缓再次向上 在中科精才 没有走出底部涨停板的走势之前 李承刚并不打算特意去关注他 在之前的复盘中 李承刚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 或者说 主力资金喜欢用的一种操盘手法 涨停板洗盘 有些股票在构筑底部形态时 有些空盘的主力资金 在长期震荡之后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的底部 会采用一种拉涨停板的走势 这种底部涨停板的走势 通常都是向下砸出来 跌幅比较大的空间后 主力在这里反复震荡 用小阴小阳的走势 慢慢将股票拉起来百分之十几的空间后 突然砸出来两根跌幅在5%左右的阴线 要么就是干脆用少部分筹码 砸到几乎跌停板的位置 然后第二天 用一根缩量大阳线 反包前一天的阴线 再拉一个缩量涨停板 紧接着 一根放量大阴线 在涨停板第二天出现后 采用滴开破位 形态异常难看的中阴线 连续下跌两三天 带股价刚刚有止跌起稳的迹象后 再猛的向下砸一次 将散户彻底下的将代写筹码交出来后 当天再收回 在K线图上留下来一个长长的T字K线 这种底部涨停板洗盘的方法 最有威力的就是 涨停板后第二天的放量大阴线 以及连续的跳空滴开下沙 这种走势和K线图组合 会将之前第一次抄底买入的散户 全部下出来 哪怕就算是真正抄到底的散户 也会在最后一次阵仓的T字K线的上午 忙不迭的将筹码交出来 原因很简单 这种涨停板后的放量大阴线 形态看起来 足以让任何一个人散户 都会认为 主力在这里出货跑路了 复盘结束后 李承刚点燃一根香烟 开始认真地私存起来 创业板很明显 是要走牛市了 之前用了一年时间 构筑出来了一个双底 银值拮据有金融股的属性 这样的股票在后期 才会带领创业板指数不断上升 我要抓住这一次创业板的牛市 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开始计划起 该如何持股 目前他持仓1400股乐视网的股票 市值在5万元左右 账户可动用资金 还有接近11万元 而银值节在4月26日的收盘价 才不过是9块钱而已 不足16万元 暂时就按照16万来计算吧 如果按照9块钱的价格 买入8000股银值节 需要7万多元 那就剩下不到4万元的资金了 李承刚陈寅私存着 等乐视网什么时候走出来加速后 就将他卖掉 然后再买入2000股银值节 凑够1万股 剩下的钱 全部拿来做短线交易 没错 牛市之中最好的模式 其实就是五股不动 当然 这个前期 必须是要找到好股票才行 假如5亿只垃圾股 那么最终也肯定会在牛市之中赚钱 但是 和那些动辄10倍的牛股相比而言 垃圾股最多也就是涨3、4倍而已 况且 就算是牛市来了 个股也是涨幅 有先后顺序的 比如券商 在牛市中 市场的成交量会不断放大 作为最受益 业绩最具有稳定性的券商而言 他们会随着成交量不断放大 而股价节节上涨 相对于乐视网来说 银之节的盘子更小 而李成刚深知一点 不论市场再怎么嚷嚷价值投资 当牛市来了 最终受益的还是小盘股 原因很简单 比起总股本在几十亿 十几亿等大盘股来说 只有几千万流通股的小盘股 是一些资金量有限的小主力的最爱 更为关键的是 在市场中 贪婪的人群并非仅仅只有散户 同时还有一些小主力 对于那些有几百亿资金量的大主力而言 资金量只有几亿的小主力 其实是非常贪婪的 毕竟资金量的不同 体现在赚钱的多与少也不同 大主力在一轮牛市中 运作一只大盘股 有一倍的收益 就足以心满意足了 而那些小主力 往往都要追求几倍 甚至是十倍的收益 就是这种贪婪 近乎于疯狂一样的念头 让一些小主力在牛市中 将高度控盘的小盘股 可以将一只几块钱的股票 炒到一百多 甚至是两百多块钱的价格 而银之节 就是这样的小盘股 李承刚的计划很简单 他要重仓银之节这只股票 给予六成的仓位 剩下四成仓位 拿出来三成 进行短线激进的操作 留一成底仓 作为不备之需 哪怕就算是在牛市 李承刚也牢牢遵守他的交易纪律 绝对不满仓 第175章 追高买入 做好计划之后 李承刚又仔细看了看 特瑞德和乐视网 这两只股票的走势 乐视网在4月25日的 那根近乎于跌停板的大阴线 让李承刚觉得 主力资金 应该会进行一个短期的调整 而另一只股票 特瑞德 调整已经很久了 尤其是4月25日 做出来的这根倒替的K线 再加上4月26日 就用一根缩量小羊 将倒替的图形上方收复 假如明天5月2日开盘后 特瑞德放量上工的话 短期应该是一个 不错的机会才对 一直看到深夜 李承刚才打着哈欠 沉沉睡去 2013年5月2日早晨9点 李承刚几乎和闹钟同步醒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 坐到电脑前 打开股票交易软件 时间恰好到了9点15分 他连忙切换到乐视网 银之杰和特瑞德 这三只股票上扫了一眼 特瑞德今天在集合竞价时 就是一个大幅度高开的走势 在9点15分刚开始竞价 涨幅就飙升到了2%左右 股价来到了12 48元的价格 更重要的是 李承刚看见买2的档口 还有300多手的买单 这是真单 李承刚瞬间就打起了精神 在9点15到9点20这5分钟的 集合竞价里 大多数时候 都是主力挂的假单 但有些时候也有真单 就像是现在的特瑞德这样 除了买1的位置上 有100多手的买单之外 在买2的位置上 同样也挂着买单 这样的集合竞价 就是真的 因为买2档口位置上的买单 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卖单挂的过多 在集合竞价阶段 就将股价压下来 如果买1的档口 承受不住卖单的抛压 那么还有买2的档口 继续接单 银之节在集合竞价过程中 没有什么表现 仅仅只有几十手的买单而已 李承刚打开账户 毫不犹豫买入银之节 买单价格为9块钱 一共买入8000股 昨天晚上已经想好了 那今天李承刚 就不会再4000想后了 虽然现在银之节 在集合竞价的价格是9 02元 但他相信 9块钱的价格 今天应该可以买到 到了9点20分之后 特瑞德的下方 438手 599手 812手 1398手 当9点25分的集合竞价结束后 特瑞德高开2 7% 股价来到了12 55元 走出来了一个 跳空高开的走势 主力今天竟然是高开 李承刚看着特瑞德 买一道买五档口上 数百手不等的买单 而卖一道卖五档口上的卖单 加起来 只有寥寥不多的200多手而已 对方显得十分强势 最重要的是 同样作为创业版权重骨的 乐视网和银之节 他们都是小幅高开 高开幅度不到1% 创业版的指数 还是一个低开的走势 特瑞德的主力 要进行拉升了 李承刚沉吟了一下 做出来了判断 原因很简单 今天高开开盘的价格 可以将4月9日和4月11日 这两天的套牢盘拯救出来 主力可不会那么好心 无缘无故去将前期套牢盘的散户 解救出来 主力资金要是这样做了 那目的只有一个 进行拉升前的换手 让前期套牢盘的散户小赢 或者小亏出局 同时让新进场的散户 在马上要到9点30分时 李承刚下定了决心 由于已经报单了8000股的银之节 他现在账户里的资金 只剩下了33000元左右 看了一眼特瑞德的价格 现在是12 55元 李承刚直接输入买单 价格为12 70元 买入2600股 这下子 李承刚账户里面 就只剩下了几十块钱 但他已经想好了 今天择机 要将乐视网出掉一部分的仓位 保证自己不处于满仓状态 别看他现在已经满仓了 但实际上 他账户里1400股的乐视网股票 由于是节前的仓位 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变现成为资金 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满仓动弹不了 之所以要将买单价格挂高 李承刚的目的 就是要开盘第一瞬间的交易 就要将特瑞德的筹码抢到手 现在卖一到卖五档口价格 卖五是12 60元 有109手 卖一的价格为12 56元 只有9手 李承刚将买单挂高 这样按照交易规则之中的价格 优先于时间的规定 他可以第一时间成交抢到筹码 9点30分到了 股票交易软件 几乎是瞬间同步提醒李承刚 以12 61元的价格 成交了2600股特瑞德 换句话说 有人填报的价格更高 更早一些 所以在刚开始交易的一瞬间 就将卖一到卖五档口上的所有卖单 开盘秒光抢走了 连续出现几笔数百手不等的买单 导致特瑞德的股价在刚开盘 就从高开2 7%的涨幅飙升到了13 25元 涨幅瞬间达到了8 11%的幅度几乎快要涨停了 就在这时 李承刚的电话忽然间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白冰冰打来的 第176章 换手率露出主力的意图 冰冰 怎么了 李承刚一边接电话 一边盯着特瑞德的走势 在开盘瞬间冲高后 特瑞德瞬间回落下来 无数零碎小单在这时蜂拥而出 大概率是前期4月份被套牢的散户 看见特瑞德并没有涨停 股价反而开始下跌后 慌忙卖掉 以免再次被套住 此时 右下角弹出一个提示 你已扒 95元的价格 成功买入8000股银之节 哥 乐视网又涨了 电话那边的白冰冰 兴高采烈地说道 我专门特意给你打电话说一声 李承刚敲击一下键盘 看见乐视网开盘后 微微下滑了很小的幅度 旋即就被拉起来 就像是潮水拍击海岸线一样 股价涨一下 回落一下 涨一下回落一下 嗯 我看见了 李承刚应了一声 又去查看银之节的走势 相对于特瑞德和乐视网的强势 银之节的表现 就差劲许多了 成交量小得可怜 但李承刚并没有灰心丧气 因为银之节是一只小盘骨 流通骨本就少 不到拉升阶段 成交量不可能会放出来的 他看中的是换手率 银之节从之前一路缓缓上涨 换手率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尤其是4月底的那几天 涨幅连1%都不到 换手率能够达到7%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换手率 肯定不会是散户卖出买入造成的 毕竟散户最大的弱点就是在于 如果看见一只股票不涨 或者是涨幅很少的话 他们往往都会忽略掉这只股票 所以答案很明显 肯定是有主力资金 在暗中偷偷收集筹码 而7%的换手率 涨幅还不足1% 那答案更简单了 银之节这只股票的主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收集到了大部分的筹码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 换手率高 股价涨幅低的现象出现 因为主力做到了高度空谈 散户手中的筹码 其实已经并不多了 主力一旦买入的筹码稍微多一点 就会造成股价飙升 但由于掌握的筹码 在主力看来还不够多 所以他们只能是一边吃入筹码 一边又要用自己的筹码进行倒仓 压制住股价过快的上涨 这样一来 换手率就会增加变大 毕竟只要一买一卖 就会形成换手率 而主力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筹码 自然不可能轻易丢掉 而散户也承接不住 主力一口气砸下来的筹码 所以主力就只能采用 来回不断倒仓的方式 在盘中吃入一部分筹码 将股价推高了以后 再将自己的筹码砸下来 同时用另外的账户 提前在下方买盘成接住 完成一次捣手 从K线图上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从换手率上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猜到了 林之杰自从在2011年 完成一次十送十股之后 股价长期在下方来回上蹿下跳 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股市里有句话叫做 横有多长 树有多高 意思就是指 一只股票在底部整理的时间越久 将来上涨起来就越为猛烈 毕竟 主力资金在底部辛辛苦苦折腾两年 才好不容易完成了底部搜集筹码的过程 如果不疯狂一次 那岂不是浪费了这两年的时间吗 哥 你难道不高兴吗 白冰冰听到电话这边李成刚平淡的声音 心里有些奇怪 说道 你不是也有乐视网的股票吗 有啊 但是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李成刚登时就笑了 反问了一句难道他上涨 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好吧 白冰冰无语 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那今天卖还是不卖啊 那要看你的交易模式啊 李成刚同样反问了一句 冰冰 你先从自己的交易模式开始学习炒股吧 先想清楚 自己到底是要做短线还是长线 另外 就算是短线模式 上涨的股票 不到加速阶段也别卖 让利润多奔跑一会儿 怕什么 对了哥 白冰冰听到李成刚又提到加速阶段这几个字 想到自己上次询问他 他当时并没有回答 忍不住问道 到底什么是加速阶段 白冰冰既然已经拜自己为师了 对于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李成刚自然不能不回答了 冰冰 股票的加速阶段分为上涨和下跌 简单的来说 上涨的股票进行加速 那就是要拉出来涨停板 而下跌的股票 如果要加速 那自然就是连续的阴跌之后 突然出现中阴线和跌停板的组合K线 让股价下跌的更快 李成刚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 出现了跳空缺口 才算是有效的加速出现了 白冰冰脱口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还有无效的 李成刚笑呵呵的说道 当然有了呀 第177章 要跟随市场变化 那无效加速是什么 白冰冰好奇的问道 没有出现跳空缺口 李成刚严谨一概的说着 他今天追高买入特瑞德 其实就已经在修改他的交易模式了 按照之前的交易模式 李成刚是不会轻易买入 当天上涨的股票 相对于追涨 李成刚更愿意耐心等股价 调整回落时逢低买入 之所以追高 是有一个很强的深层逻辑 在支持李成刚 创业版要走牛市了 所以哪怕就算是追高买错了 那主力折腾一番后 也会将李成刚解放出来 无非就是浪费一些时间而已 但李成刚知道一点 牛市之所以疯狂 就是在于时间的宝贵 有人曾经戏称 A股的牛市 就像是女人的月事一样 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但事实上 A股一旦由熊转牛 通常都是会疯狂的行情 纵观A股几十年来的历史 不论哪次 剧都是如此 这深层次的逻辑 是有许多原因引起的 比如股民对于股市 认知水平的层次不同 将股市当作赌场的心态 以及一些疯狂贪婪的小主力等等 许多因素聚集在一起 才会形成牛短熊长的行情 就是因为牛市短暂而且疯狂 所以在判断创业版 即将要走出大牛市时 李成刚果断地修改了 自己的交易模式 在他看来 股市永远不变的一点就是 市场永远都在变 牛市重市 熊市重镇 随着股市处于熊市和牛市的不同 交易模式也必须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而不是固守不变 在牛市中 如果还有熊市的思维 那肯定是赚不到钱的 而在熊市里 如果还死守牛市的操作方法 那结局就是越套越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2007年的大牛市之中 随便找个差不多的股票 死拿着一直到6000点以上在卖 那肯定是至少赚几倍的 而如果在2008年的大熊市中 从6124的高点被套了之后 依然延续牛市 中市股不动的交易模式 那结局必然是被深套其中 这就是股市 它一直在变 股民身在其中 必须要学会 跟随着市场的变化 不断变化 要跟着市场节奏来 没出现跳空缺口 电话那边的白冰冰 听得似懂非懂 你今天还在直飞吗 李承刚画风一转 认真的说道 冰冰 这样隔着电话的讲解 你是听不懂的 只有对着K线图 认真的去一根根看过去 你才明白 跳空和加速到底是什么 好吧 哥 我知道了 白冰冰叹了一口气 说道 也对 炒股如果就是 紧紧听一下 就能够明白的话 那人人都是股神 人人都是高手 人人都是大师了 我这几天直飞 每天回去都比较晚 得十一二左右差不多 才能到家 一大清早就走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就拿着乐视网 持股别动就行了 是吗 嗯 反正你成本也低 现在它还在上涨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一直拿到主力资金 打算加速了以后再卖掉就可以了 李成刚严谨一概地说着 好 我明白了 哥 白冰冰的话筒那边 传来了广播的声音 他连忙说道 哥 客人要登机了 我先不和你说了 他挂掉了电话 李成刚继续专心地看着盘面 特瑞德今天的走势十分强 在早晨的冲刀回落后 成交量在上午放大了许多 但是到了五盘交易后 成交量就开始变得稳定了 量比也变到了一 四十七左右 涨幅稍微有些回落 早盘一直都在百分之七左右的幅度 小幅拨动着 抛盘的力量也不大 只有零零散散不断的棘手 几十手的小单卖出 白手以上的卖单都很少 五盘后 特瑞德的涨幅略微些许回落 但涨幅依然还是在百分之五左右 股价只在一毛钱之内来回慢慢拨动 盘面变得死气沉沉 反倒是乐视网 在五盘后 股价再度震荡走高 下午两点钟时 乐视网突然涌出连续不断的白手买单 将上方的卖盘迅速吃掉 股价瞬间向38元的位置发动了冲击 李承刚见状毫不犹豫的 将账户里的1400股乐视网股票 略微挂低了两毛钱的价格 点击了确定卖出 电脑右下角弹出来提示 您以37 96元的价格 成交1400股乐视网 乐视网的股价冲击到了38元的位置 紧接着就有数百手的卖单冲了出来 将股价瞬间砸到了37 五的价格 李承刚瞟了一眼账户 可动用资金五万三千零四十元 从三月底开始 反复操作了几次乐视网 在这支股票上 李承刚的战果颇风 尤其是节前高抛低息的操作 让他自己觉得颇为满意 其实原本李承刚很看好乐视网这支股票 但相比之下 价格低 盘子小 还具有金融股属性的银之节 李承刚觉得 他比乐视网而言 更具备着优势 最重要的是 哪怕就算是经过一次时送时的高送转 银之节的股本依然还很小 有1 股本在李承刚看来 无疑是非常合适的 其实几千万的袖珍股 哪怕就算是小主力 也不喜欢长期运作这样的股票 如果是短期运作波段 倒是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想要在牛市之中 主力要运作一支十倍股 那么股票的选择 就是一门艺术 必须要选择 股本恰当合适的股票才行 最好就是在2亿股本以下的股票 因为这样的股票 主力所动用的资金并不需要很多 而且也便于控制 股本太小的话 就算是完全控盘 主力也拿不到数量合适的筹码 所以股票选择 不论是对于散户 还是主力而言 都是需要精挑细选的 账户里还有5万多的资金 我要留2万块钱的备用金 还能动用3万块钱左右 李承刚心里私存着 切换到了银之节的盘面上 看着银之节只有0 54%左右的涨幅 他沉吟了一下 在2.50的时候 看见特瑞德依旧还在5%左右的涨幅 显然主力不打算回补 今天的跳空缺口了之后 李承刚以12 90亿元的价格再次追高 买入了2300股的特瑞德 这样一来 他目前持仓为8000股的银之节 4900股的特瑞德 现在的持仓结构比较合理 收盘后 李承刚看了看自己的账户 长出了一口气 乐视网的股票 他今天是必须要卖掉的 原因很简单 十几万的资金量 同时持股两只股票 一长一短就足够了 这样的资金量 分散买入三只股票 就没什么意义了 资金就像是子弹一样 要打在最关键的地方 第178章 短线激进 长线无股 有些散户买股票时 喜欢一次买入好几只股票 每其名约为分散风险 但资金量才不过10万或者5万左右 李承刚曾经见过一个股民朋友 在网上贴出来的交割单 50万的资金买入了25只股票 每只股票买入2万元 当时那个帖子下面 就有许多人纷纷调侃 当股债来了以后 楼主正在考虑 要卖哪只股票的时候 结果发现所有股票都跌停了 其实这个调侃 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有前提的 就是资金不能太过于分散 比如那个买了50只股票的股民 看似分散了风险 但实际上 股市是一个整体 当风险来临时 只有极少一部分强势的主力资金 会出手护盘 更多的主力资金 不但不会护盘 反而还会顺势下砸 加速散户的踩踏 目前李承刚不过15万多的资金 这个资金量最好就是持股两只或者一只 持股一只的前提 是最多五层仓位 做到进可攻 退可守 李承刚明白一个道理 满仓进出 赚的自然多 但亏的也更多 满仓交易时 1%的亏损 就需要盈利2%才能够赚回来 而A股的涨停板特点 以及扭短雄长的行情 注定了一件事情 股票下跌的速度 远远超过上涨的速度 股市之中 拼杀多年的老股民 许多人其实都发现了这个特点 因为李承刚判断 创业板在经过长期的底部震荡后 马上要走出一轮牛市了 所以他顺势将交易模式修改成为 短线激进 长线五股 长线就是银之节 这只股票 李承刚决定一直将他五道牛市结束再出手 至于短线 就是要选取题材好 或者是出现上升趋势的股票 比如今天追高的特瑞德 之所以敢追高 是因为李承刚之前复盘时发现 他已经回踩确认了2013年1月22日 放量大阳线所构筑出来的平台有效 既然主力选择了今天放量跳空 那他明天肯定不会掉头向下 当然 股市的走势千变万化 同时受到消息的影响 李承刚仔细复盘了一个多小时后 自言自语地说道 如果特瑞德明天低开 或者是下跌走势 那就割肉止损 短线交易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看错了 就要认 毕竟 这市场只要签 不要命 看错一只股票 及时止损 保护资金不会大幅回撤 这才是短线交易的精髓 至于乐视网 他虽然也在上升的趋势 但之前那根跌停板的大阴线 对他近期上升 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而特瑞德调整了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主力跳空高开 至少20%的冲击空间 还是有的 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4点半了 李承刚正打算休息一会儿 忽然间 手机响了一声 是沈默农发来的微信 他打开看了一眼 别总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 记得出门走走 锻炼一下身体 李承刚看完之后 心里暖洋洋的 回复了一条微信 我知道了 你不忙吗 忙 刚做完一台腿部骨折的手术 休息一会儿 希望下班前 别再来病人了 沈默农回复说道 你也注意休息 我这就出去锻炼一下 李承刚回道 来病人了 你去吧 沈默农发来一条微信 李承刚苦笑不已 摇了摇头 换上短裤和运动鞋 拿着手机出门了 他记得这附近有个公园 打开手机导航搜索了一下 距离这里不过三公里而已 李承刚一路快步走去 在公园里面跑了几圈 出了一身大汗 但心情却是舒畅了许多 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 去菜市场买了点菜 到小区公交车站 等了一会儿后 就看见屈婉柔从车上下来了 小曲 李承刚看他下车后 就快步向菜市场的方向走去 连忙喊了他一声 哥 屈婉柔转过头看见他 微微一震 旋即翘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加快走了几步 李承刚的目光 在他笔直纤细的双腿上扫了一眼 旋即 他脑海里面冒出来一个不可告人的念头 下次让莫农也换上 OL制服和黑丝袜 肯定也很好看 凭借沈莫农优雅端庄的气质 李承刚相信 那绝对是一种刺激的感觉 累不累 李承刚将脑海里龌龊的念头收起来 关心的看着屈婉柔问道 还好 屈婉柔笑着说道 上班不累 活也不多 单位办公室的同事也都挺好的 没事干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聊聊天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眨眼就下班了 你不累就行 李承刚看见他灿烂的笑容 心里暗存 一份工作的好坏 果然是很影响人的心情啊 但转念一想 屈婉柔原本就是个很容易知足的女孩子 只要工作不是特别累的话 他都会觉得很好 到了屈婉柔家里 李承刚洗菜 屈婉柔切菜 两人配合默契的 简直就像是两口子一样 哥 最近股票怎么样 屈婉柔一边切菜 一边随口说道 我们单位也有人炒股 说年后创业板走了一波行情 估计最近马上要到头了 现在不适合买股票了 哦 李承刚一正 旋即就笑了 说道 是吗 我的看法和你们同事恰恰相反 我觉得 现在才是买股票的时候到了 为什么 屈婉柔一愣 不解的说道 他们好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说大盘最近比较危险 可能还要下跌 你为什么觉得买股票的时候才到了 因为牛市来了呀 李承刚笑呵呵的说道 真的吗 屈婉柔停止切菜 半信半疑的说道 不会吧 我们单位那几个人都是炒股多年的老股民了 他们说 肯定还会要下跌的 老股民都这样觉得 李承刚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屈婉柔摇头 为什么呀哥 老股民在股市里摸爬打滚的时间长了 所以对于风险的认识是远远高于新股民的 李承刚笑着说道 另外 老股民都习惯去看大盘 也就是上证指数的走势 如果去看创业板的走势 他们就不会这样觉得了 第179章 资金向水往低流 哥 大盘我知道 人家都说了 炒股要看大盘 屈婉柔不解的说道 为什么你看创业板呢 大盘指数的编制 权重股占据了很重的比例 比如两桶油 四大型 以及券商 保险 白酒 家电等等板块 李承刚解释说道 而创业板和大盘不同 它的板块中 生物医药 电器设备 传媒和科技股等行业 占据的权重比例较大 科技股上涨的时候 会带动创业板大涨 但不会带动大盘上涨 我之前仔细观察过了 最近科技股的走势都很好 而大盘的走势 和创业板截然相反 所以 牛市虽然已经在路上了 但却是走在了创业板的路上 至于大盘 要落后于创业板 屈婉柔仔细思存了一下 他的话 似懂非懂地说道 哥 你的意思是 只有创业板出来牛市了 大盘不会出来牛市 是这个意思吗 李承刚哑然失笑 将洗好的蔬菜 放到案板上 说道 小曲 股市里的资金 就像是水一样 谁往低处流 当创业板走出来牛市时 大盘也必然会跟着走出牛市 资金像水一样 屈婉柔摇头 我不明白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懂了 李承刚笑着说道 比如 你现在开户进场炒股 当你发现 绝大多数创业板的股票 都已经涨到五六十块钱了 而主板的股票 大多数才几块钱 甚至是十几块钱 那你会买哪种股票 当然是便宜的 屈婉柔理所应当地说道 五六十块钱那么贵 谁敢买啊 你看 这就是资金是水 会往低处流的道理了 李承刚哈哈大笑 说道 当牛市来了 必然会有一个领头的板块 会被主力爆炒 造成股市的赚钱效应 而新股民们开户进场后 发现许多股票 都价格有点贵了 相比之下 还有许多便宜的股票 那他们的选择 就和你的选择是一样的 这就是人性 也是股市里面 资金往低处流的原因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当然 这在股市里面 会有人美其名约为 寻找价值挖地 说白了 就是找便宜的 还没有遭到爆炒的股票去买 而一旦买的人多了 股票的价格 自然就水涨船高地涨起来了 这样一来 主板也就是护士 自然而然的 也就跟着开始走牛市了 原来是这样 曲婉柔听完他的解释后 这才恍然大悟 笑着说道 我还以为大盘不会走牛呢 也有肯定是会走 但相对于创业板来说 主板不仅要慢许多 而且涨幅最终 也肯定会输给创业板的 李承刚认真地说道 现在股市的股票 比起2007年而言 又多了许多 所以 护士和绅士 必然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涨幅 主力资金肯定会专心运作一边 再加上小主力都比较贪婪 中小创的许多股票 股本都小 拉升起来也轻松容易 所以 中小创的涨幅 肯定会远超大盘的 中小创又是什么 曲婉柔忍不住好奇地问着 我们国家股市 只有护士和绅士 有证券交易所 但大多数的金融股大块头 都跑到护士去上市 而且 护士要求的条件也高 一般只有大型企业 盈利能力强的 才能够达到护士的标准 所以 达不到标准要求的企业 就只能去绅士上市了 李承刚笑着说道 而绅士又有深成值 中小板和创业板这三个板块 其中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加起来 就叫做中小创 简单明了 朗朗上口 这两个板块中的股票 都是一些小公司 原来是这样 曲婉柔笑了 说道 我之前也看了看炒股的书 每次看见书里所说的什么大盘 上证 深成值 中小创之类的名字 都是看得似懂非懂的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反正人家都说 炒股要看大盘 也就没怎么关心其他的了 两人边聊边做 很快的饭就做好了 吃饱喝足 李承刚正打算走的时候 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 叮嘱曲婉柔说道 小曲 我今天晚上和你说的话 你上班的时候 千万别和你那几个炒股的同事们说 什么话 曲婉柔一正 玄机明白了 说道 哥 你是说 你刚才说的创业版要走牛的事情吗 没错 李承刚点头 为什么啊 曲婉柔不解的问道 牛市对于新股民 就是一个泡沫幻影而已 李承刚认真的说道 每轮牛市过后 受伤的总是新股民 而一旦来了牛市 不炒股的人 看见那些老股民 天天卖弄收益 肯定会忍不住入市炒股的 你如果告诉他们来牛市了 将来弄不好 反而还会连累到你 第180章 牛市里面股神多 连累到我 曲婉柔一头雾水 为什么呀 哥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告诉他们牛市来了 他们将来赔钱了 会怪我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李承刚点头 看他不以为然的样子 严肃认真的提醒说道 小曲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总有一些人 喜欢将自己的失败 归结到别人身上 而且一些新股民有个特点 一旦你说牛市来了 他们往往都会问 以下几个问题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第一个问题 大盘会长多高 会突破6124点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买什么股票好 什么股票涨得最多 在我看来 这两个都是无解的问题 市场是走出来的 不是预判出来的 另外 主力资金在牛市中 要将一只股票炒得多高 除了预定目标之外 还要看市场情绪和资金配合 最主要的是 牛市来了 什么牛鬼蛇神的也都出来了 新股民很容易被骗上当 所以最好别和他们过多的去谈股市 好吧 我知道了 哥 曲婉柔看他严肃的神情 乖乖地点了点头 说道 哥 你做事真的太谨慎了 我就是想着 你炒股技术好 既然你说牛市要来了 那我就告诉办公室里的同事 让他们也顺便赚点钱而已 小曲 这不是谨慎 这应该算是忠告 因为炒股是有影的 牛市又是疯狂的 新股民不知道风险 万一最后倒霉了 谁也保证不了 他们会怎么想 李承刚认真的说着 小曲 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你的想法中有一个伪概念 你知道吗 什么伪概念 曲婉柔摇头不懂 你说牛市来了 告诉他们 想让同事们赚点钱 这个想法 就像是让人去买彩票 告诉他们 可以中五百万一样 李承刚耸了耸肩膀 说道 股市之中 选股很关键的 新股民入场 往往都是 先去选那些低价垃圾股去买 就像是我和你刚才说的 资金往低处流的道理是一样 但股市是个极端的地方 牛市之中 往往都是价格越高的股票 会越来越高 高到让你难以置信 给你洗脑 让你认为 接下来还会涨得更高 而低价股 往往都是死气沉沉 直到牛市的尾声 才会被后来人去挖掘 所以 新股民入场去买低价股 往往都是发现 别的股票天天涨 自己的股票不但不涨 还有可能下跌 总之 叫人炒股 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一直都比较反对的 嗯 哥 我知道了 曲宛柔乖乖点头 我不和他们说就行了 嗯 不过我多少也有点像是 你说的那样 太过于谨慎了 李承刚点头 说道 炒股是牵涉到钱 而一旦牵涉到钱 就很容易因为利益滋生 出现许多问题 所以还是尽量避免吧 最主要的是 新股民入场炒股 牛市中很容易赚到钱 甚至有可能买一只 涨一只 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会认为自己是股神 认为自己适合这个市场 毕竟 牛市里面股神多 呵呵 算了 时间不早了 你休息吧 我回了 好低个 曲宛柔将他送到楼下 你慢点 好 李承刚点头 回家之后 又是打开电脑 接着复盘 股票不是生活的全部 但对于李承刚而言 他现在全职炒股 就等于是划山一条路 他必须要成功 在没有成功之前 李承刚的生活里 只有股票 复盘一会儿后 李承刚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登入他的新浪博客 惊讶地发现 几天时间 竟然博客有了三百多人关注他 这让李承刚有点吃惊 这些人都是哪来的 李承刚成因私存了一下 忽然间心里一动 瞬间明白了 毫无疑问 肯定是从东采古巴中 乐视王古巴中找来 并且关注他的 之前写的那篇文章下面 有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大神 乐视王接下来的走势 你怎么看 大神你觉得 乐视王能够涨到多少钱啊 看见这些回复 李承刚皱了一下眉头 想了一下 写了一个帖子置顶 本人李承公郑重声明 李承公的股市日记 乃是本人记录自己炒股 对于大盘观点的文章 此文章不具备投资参考 更不具备交易依据 除了新浪博客外 本人没有在任何论坛 和平台注册过账号 本人也绝对不会 私下里联系网友 进行单独指导 只是每天分析大盘走势而已 没办法 李承刚心里很清楚 有许多新股民 总是很容易被网络骗子所欺骗 加入一些群 在群里所谓的老师 指导下操作股票 牛市之中 鸡犬升天 更是骗子的狂欢节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 李承刚必须要做出一个声明 但他也知道 即便是这样的声明 一旦真有骗子 打着他的旗号 去骗不明所以的新股民时 依然还是会有人上当的 但这也没有办法 要怪就只能怪自己了 第181章 谷评价不炒股 李承刚摇了摇头 沉吟了一下 又在博客上开了一个帖子 内容很简单 钟小创的春天 或许已经来了 他在帖子里面 大概讲了一下他的观点 创业版很有可能 先于大盘而走牛 至于创业版 能够涨到几千点 李承刚并没有在帖子里面讲述 因为他也不知道 创业版这一轮牛市 会止步哪里 毕竟市场这东西 它是市场情绪 资金配合相互结合走出来的 人若预知三日 必能复可敌国 假如现在李承刚 就能够预测出来 创业版会涨到多少点 那他不如自己给算一挂 股市里有许多股评价 不论大盘涨跌 都能够在事后 找到一个完美又合理的解释 因为受到某某消息影响 导致今天大盘突然下跌 又或者是因为某某消息 让大盘上涨 说白了 都是马后炮而已 股市永远都是这样的 不论涨跌 总有专业人士站出来 煞有其事地解读一番 李承刚以前刚入市时 还每天十分关注一些股评家 看看他们的观点 时间久了 当新韭菜变成老韭菜之后 李承刚才发现 其实所谓的专业股评家 他们炒股的技术 和一般散户没什么区别 如果他们炒股 真的很厉害 干嘛不自己炒股发财 还每天辛辛苦苦 写什么分析观点 时不时的还被市场打脸 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干嘛呢 是根本不会炒股的 因为炒股有风险 分析股票没有风险 2013年5月3日 乐视网在集合竞价时 出现的报价单 只有300多手 并且价格还高于 昨天的收盘价 看见这一幕 李承刚就没兴趣继续看了 太假了 李承刚切换到了 特瑞德这支股票上 乐视网假如在 9点15分到9点20分时 报价单多一点 有几千手的话 李承刚或许还有点兴趣 观察一下 只有几百手的报价单 还是小富高开的架势 李承刚一眼望去 又是主力资金 打算洗盘的迹象了 观察了乐视网这么久 对于运作这支股票的 主力资金的操盘手法 李承刚虽然不能 说是百猜百中 但大概也能猜到一些 况且眼下李承刚 已经没有乐视网的仓位了 所以对于他 也不怎么关注了 特瑞德的报价单 就明显比昨天多了许多 从9点20分之后 特瑞德在真正 集合竞价时的报价单 就越来越多 到达9点25分后 集合竞价结束 一共有2383的卖单 成交于12 80元的价格开盘 李承刚瞟了一眼量比指标 发现量比达到了23 是一个放量走势 昨天高开之后 震荡了一天的特瑞德 虽然换掉了 前期套牢平台的一些筹码 但总有一些 亏钱不卖的投铁散户 是不肯痛快 交出筹码的 今天集合竞价 出来这么大的成交量 大多数都是一些短线客 看见特瑞德小幅低开的价格 直接果断指引走人了 李承刚也是小幅盈利的 但他并不打算就这样走人 因为他觉得向上还有空间 况且 昨天高开 今天低开 这是主力惯用的手法 所以 他只是保持耐心 9点30分开盘交易了 一开盘 就有数百手的买单涌出 将特瑞德的股价 拉升到了1 86%的幅度 李承刚注意的是 下方5档买盘 虽然卖1到卖5 都分别有一二百手不等的卖单 而下方的买盘 买1到买5 加起来还不到100手 但真正主力要拉升时 买单都是犹如潮水一般 秘籍突然出现 根本不会挂在买5档口上的 特瑞德的股价拉升起来后 短暂的小幅回落了一下 旋即 秘籍的买单 突然间出现了 几十手 上百手 几百手不等的买单 就像是前扑后继的冲锋一样 将上方的卖盘全部吃掉 不仅如此 后续出现的买单 都是不断申报高价 将股价瞬间拉出一根直线 涨幅冲到了6 74% 李承刚的精神瞬间集中起来 仔细查看着成交量的变化 量比指标的数字 已经从开盘的23变成了30多 9点41分 开盘交易才不过11分钟而已 特瑞德就已经放出来了巨大的成交量 11分钟的成交量 就超过了前期三四月份 随便一天的成交量 和昨天全天的成交量相比 已经接近四分之三了 股价飙升到6 74%后 立即就出现了许多小买单 而买一道买5档口上的买盘 也出现了两三百手的买单 将这些抛单全部稳稳地接了下来 李承刚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拉升这么坚决 今天莫非要封涨停板吗 第182章 涨停板也有不同 同样都是涨停板 但时间的不同 也证明了主力资金的坚决程度 一般来说 集合竞价就是一字板的涨停板 无疑是最强的 接下来就是高开3%左右 开盘秒涨停的涨停板 十点之前的涨停板要差一些 但也很强 十点半才涨停的涨停板 效果就一般了 而尾盘才涨停的涨停板 第二天有99%的概率 是高开低走 特瑞德涌出的抛单虽然多 但下方的买盘更强 不论出来多少抛单 全部都被买盘稳稳地收入囊中 涨幅始终都在6%左右上下震荡着 换手率不断变大 量比指标却是开始下降 看见这个变化 李承刚心里松了一口气 量比开盘猛增 盘中微微缩小 这是一个正常的变化 如果量比不断变大 但始终没有涨停 那就不是很好了 最好的走势就是量比开盘放大 盘中稳定 突然猛增 股价涨停 看了一眼成交量还在不断上涨 已经和昨天的成交量几乎持平了 李承刚耐心地等着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达10点半了 从分时走势图上来看 成交量越来越小了 量比也不断变小 只有8左右了 就在这时 犹如潮水一般的买单再次出现 将上方的卖盘全部扫干净 股价犹如一根避雷针 瞬间冲到了涨停板上 旋即一笔十万手的大买单出现 封住了涨停板 紧接着几千手 上万手的买单不断蜂拥而至 多达30万的买单 将特瑞德的股价牢牢封在14 20的涨停板上 涨幅达到了9 87% 太爽了 李承刚瞬间犹如吃了蜂蜜一样 甘甜爽快 打开账户看了一眼 他持仓的特瑞德 盈利幅度是53% 由于昨天尾盘 又买入了几千股特瑞德的股票 导致李承刚的持股成本也变成了12 80元 仅仅昨天到今天 李承刚在特瑞德这只股票上 就盈利了6860元 欣赏了一会儿 特瑞德的这根放量大阳线的K线图 李承刚才切换到乐视网上看了一眼 今天的乐视网 滴开之后拉到红盘 又狠狠向下砸了一下 拉起来之后 一直在正负1%的区间晃悠着 牛市之中准备拉升的股票 一定要追高上车 李承刚心里私存着 又切回到了特瑞德的K线图上 仔细认真的看了看 今天的成交量有点大了 但换手率太少 不一定将前期的套牢盘都换出来 看了一眼封丹 李承刚皱了皱眉头 才刚到11点而已 竟然封丹就只剩下十几万了 这减少的也太快了吧 李承刚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抓到了一个连续掌停的大牛骨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嗯能够吃到一个掌停板也不错 到了5盘后 特瑞德的封丹减少的速度 好像略微慢了一点 到了下午两点半后 封单越来越少 只剩下五万手了 突然间 一笔两千多手的卖单出现 仿佛像是一个信号似的 数百手卖单蜂拥而出 将掌停板打开了 李承刚这一瞬间 差点忍不住想要卖掉了 但掌停板刚被打开后 又有连续不断的买单出现 努力去封掌停板 没想到竟然是个烂板 李承刚心里有些失望 但他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烂板也比没有掌停板强了 在最后十几分钟 特瑞德的股价一直都在久 5%左右的幅度微微震荡着 看上去 主力资金想要封掌停板的主意 似乎已经改变了似的 但抛盘的力量也不强 就是在几十手之间而已 连上白手的卖单也很少见 李承刚犹豫了一下 想了想 加上昨天的高开 也才不过17%的空间而已 而且这个掌停板的位置 掌停板 李承刚心里一动 主力资金早盘封掌停板 尾盘打开 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要进行换手 给散户一个封不住掌停板的假象 那反过来思考 明天会不会给散户一个 继续要拉掌停板的假象呢 股市虽然是一个资金博弈的市场 李承刚点燃一根香烟 沉思着 但同时也是一个心理情绪博弈的市场 如果封不住掌停板 为什么不早点打开 而是在尾盘 距离收盘 还有十几分钟时才打开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烟灰落到手上 将它惊醒 看了一眼时间 竟然已经是3.05分了 特瑞德尾盘收在了 9 84%的位置 估计为14 18元 不像掌停板 但几乎也没什么区别 第183章 炒股并非越久越厉害 昨天一个放量跳空 今天一个放量烂板 难道主力放量拉升 只打算冲一天 李承刚又看了看特瑞德的成交量 心里私存着 不至于吧 这个尾盘打开掌停板的走势 更像是用打开掌停板的方式洗盘 明天看情况 毕竟 今天封不住掌停板 尾盘打开了 我刚才就是在想 主力封不住掌停板了 反过来 明天主力要是做一个拉掌停的举动 我肯定会想要拉掌停板了 股市博弈 心态第一 技术第二 这是李承刚最经常对白冰冰说的一句话 所以如果从心里博弈的角度上来看 李承刚觉得 主力资金明天或许会用一个假装拉掌停的走势 来吸引散户追高买入 因为散户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今天卖掉的股票 明天必然肯定还是会特意关注一下的 如果今天尾盘 看见掌停板打开而卖掉了 明天肯定会看看 这股票是涨还是跌 如果涨了 不敢买入 那结局肯定是狠拍大腿猛叹气 感慨自己胆子太小 从而导致错失了一只大牛股 如果跌了 自然就是沾沾自喜 幸亏昨天跑得快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看 许多股民有这样的想法 那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 谁都不想当失败者 谁也不想承认失败 就是这样的想法在作祟 所以许多股民都会大谈特谈 自己曾经错失过的大牛股 或者是买到的大牛股 原因就是在于 哪怕错失了大牛股 但证明自己的悬股很牛逼 眼光很准 发现了大牛股 至于为什么错失了 因为胆子小 不敢继续买了 而买到大牛股 更是股民最好的谈资 但很少有股民会去谈 自己曾经被一只股票套的死去活来 最终割肉的惨痛经历 就算谈即到了 也都是重重叹气 尽可能地用一两句话 轻描淡写的结果 这就是不想 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的心理 在作怪的原因 丁的一声 李承刚听到手机响了 是白冰冰发来一条微信消息 有一个大大的笑脸 哥 乐视网今天又涨了 我发现我现在好像 能够拿住股票了 从他这条微信内容中 李承刚似乎就仿佛看见了 白冰冰灿烂烂的笑容 他微微一笑 回复说道 恭喜恭喜 你是在熊市里面挣扎太久了 所以遇到牛市后 你就一时间改变不了思维习惯了 哥 我现在真的有点相信 好像是牛市来了 过了几分钟后 白冰冰发来一条长长的微信 这几天做乐视网这只股票 我赚了好几千块钱了 都快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希希 我想在我股市里面转点钱 你觉得怎么样 李承刚的眉头皱了起来 白冰冰这是尝到甜头了 不过 这也很正常 一些新韭菜们 在牛市中之所以很受伤 实际上 就是因为被赚钱容易的心态 冲昏了头脑 最常见的 就是新股民入市后 追高买到了涨停板的股票 第二天卖掉后 赚了几百或者是几千块钱 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炒股赚钱这么容易 如果昨天不是买了几万块钱的股票 而是买了几十万 几百万的话 一天岂不是就赚几万 或者几十万吗 在这种心态的冲击下 这些新股民们 就开始加大力度投资了 白冰冰虽然炒股好几年了 但实际上 在李承刚看来 他还是属于新韭菜的行列 原因很简单 炒股这东西 其实并非是时间越久越厉害 就如同李承刚之前在华山顶上 和董大勇聊起的 股民十大境界中 第五个境界一样 许多股民炒股几年 都会进入到第五个境界 也就是开始怀疑一切 否定一切 一片迷茫的阶段 有毅力 有悟性的股民 能够突破这个境界 进入到第六个境界 也就是琢磨出 属于自己交易模式的境界 但更多的 进入到第五境界的股民 在一片迷茫之中 很有可能又倒退 回了前几个境界之中 这是因为他们在学了 许多似是而非的炒股知识 了解知道了许多技术指标后 发现这些东西 所以干脆什么也都不学了 而且由于以前所学的东西 在股市的实战应用中 简直就像是断育的六脉神剑一样 时灵时不灵的 绝大多数股民 都会放弃所谓的炒股书籍 以及技术指标 重新恢复了最初的操作 实觉操作 第184章 全球龙头 所以在其他行业中 工作越久 经验越丰富 能力也可能越强 但是在股市中 莫爬打滚多年的老股民 真正炒股赚钱的本事 其实和有些刚入市的新韭菜 依然是在伯仲之间 甚至由于老股民 有些时候的看走眼 反而还可能会比新韭菜 亏得更多 这也是会发生的 假如股市之中 真的是时间越久越赚钱的话 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 老股民退出股市了 其实他们退出股市的原因 也很简单 炒股多年 依然亏损累累 彻底伤心绝望 注销账户 彻底告别股市了 看着白冰冰这条微信 李承刚沉吟私存了许久 才一字一句的认真回复说道 就算是牛市来了 你也要先做好 能够承受多少钱亏损的准备之后 再决定 要不要加大资金投入 炒股先别去想要赚多少钱 而是先想好 能够承受多大的亏损再入市 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心态平和 才能够承受风险 好的哥 我知道了 很快的 白冰冰就给他回了一条微信 我要直飞了 回头聊 哥 我晚上大概一点钟回去 你肯定睡了吧 嗯 我现在十点钟就睡了 李承刚回了一条微信 老实说 他刚才看见白冰冰询问 是不是要加大投资时 心里挺失望的 这段时间 白冰冰跟着他每天看盘聊股市 基本上 但凡是他问到的问题 李承刚都是很认真 没有一点藏私 将自己所有的新的经验 都告诉他了 没有想到 依然是毫无寸进 所有股民会犯的毛病 白冰冰依然还是会犯 李承刚都有点后悔 当初不应该头脑一时发热 答应收白冰冰为徒弟了 不管白冰冰那话 是开玩笑的 还是认真的 但李承刚既然答应了 他肯定就是认真对待了 真是鬼迷心窍 见色奇异 李承刚最终给自己 当初的头脑发昏 找到了解释 换好短裤运动鞋 临出门之前 李承刚专门特意 自拍了一张照片 通过微信发给了沈默农 要出门断练了 好 要手术了 一分钟不到 沈默农就回复他了 看见他发来的微信 李承刚发现 他是真的吗 自从爬完华山后 李承刚觉得自己和沈默农之间 似乎有了心灵上的默契 如果说 以前两人仅仅只是肉体上的 彼此相互满足 那在华山上 李承刚明白了 沈默农心灵上的孤独寂寞和痛苦 他和他之间 已经拥有了一丝说不清 到不明的感觉 甚至偶尔李承刚会想 如果当初他遇到的不是刘家 而是沈默农的话 他们两人结婚 可能生活就不会是这样了 但这世上 命运无情 总是喜欢捉弄人 有些感情来得突然 有些感情相见恨晚 在婚姻上受伤后的沈默农 他既渴望爱情 又害怕爱情 所以 在对待李承刚的态度上 十分的矛盾 愿意当他的情人 但不愿意 两人成为夫妻 就像是他说的那句话一样 夫妻就是两只刺猬 挨得近了 会砸到对方 离得远了 又会觉得冷 人生 就是这样的矛盾 李承刚来到公园后 一边慢跑 一边忍不住感慨着 他发现自己现在空闲的时间 越来越爱胡思乱想了 总结下来 李承刚给自己找到了答案 时间太闲了 生活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似乎总是按部就班的 但对于买入股票的股民来说 总是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股市交易的日子 似乎充满了魔力一般 晚上去屈宛柔家里 一起吃了饭后 李承刚回到家里 复盘了一会儿后 继续在新浪博客上 写着他的李承公股市日记 看着粉丝数量 又增加了一些 李承刚脑海里面 冒出来了一个念头 要是将来粉丝多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当股评价了 但这个念头 很快就让他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 李承刚自存 做不出来那种 靠骗股民的钱 来发财的事情 缺德的事情 他是不会去做的 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后 李承刚临税前 看了一眼美股 那斯达克指数的走势 美股和A股 一直以来 都有着某种的联系 正确的来说 应该是美股和全球 所有股市 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美元又是世界货币 美股的股市中 又有着许多 国家优秀的上市公司 可以说 美股就是全球股市的龙头 美股的涨跌 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会带领 影响到全球股市的涨跌 但到了A股这里 却是出现了怪异的情况 往往都是美股涨 它不涨 它和美股不一样 美股跌 它也跌 它和美股都一样 第185章 日周月的不同 相对于美股的开放 多元 A股就显得有些封闭了 用许多老股民的话来说 就是关上门来自己玩 有些股民赔钱了之后 总是抱怨 A股的T加E交易模式 比如 他们当天买入一只股票后 结果股价被砸到跌停板 被主力关门放狗 想跑都跑不了 如果是T加0的话 肯定就跑了 但李承刚却是不这样想 因为他觉得 如果散户接了主力资金的飞刀 其实 T加E虽然失去了流动性 但也是有机会跑掉的 比如 有些券商是接受夜盘委托的 如果在夜盘时间 委托第二天跌停板卖出 那么散户的单子 也会被排到前面 虽然跌停的股票 交易量减少 但也是有交易的 运气好了 可能会第二天跑掉 如果A股 也用T加0的模式交易 放开涨跌幅的限制 散户拒接主力资金的飞刀 同样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些亏损的股民 不去思考自己选股 是不是出现了错误 而是将错误归结于其他原因 纯属就是想要为自己的错误 找一个合理借口 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而已 如果真的T加0交易了 那么在T加0模式下 一天亏损50% 那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美股成立百年 许多制度都完善 并且全球许多基金机构 都在其中交易 从那斯达克的指数 以及一些知名的股票上来看 似乎每天都是跌幅在百分之几内 但实际上 一旦传出利空消息后 一只股票当天暴跌50% 或者是第二天暴跌70%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前A股 也是T加0的交易模式 那时候市场上的散户 的确有大赚特赚的 但更多的散户 其实在T加0的模式下 亏损极其惊人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也不会有涨跌幅 和T加1的交易制度出现 美股在2009年 走出一个双底结构之后 就一直处于慢涨急跌的 牛市格局之中 几年下来 依然在走牛市 什么时候 A股也能够这样就好了 李承刚看了看美股的走势后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由于美股的时间要慢一天 所以5月4日 只能看见5月3日的走势 依然还是熟悉的配方味道 那斯达克指数跳空高开后 不紧不慢的震荡上升 回撤整理 李承刚看了几分钟后 就打着哈欠睡觉去了 第二天醒来 李承刚抽空瞟了一眼 昨天晚上美股的收盘情况 昨天收盘 那斯达克上涨了1 14%再度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看见这种情况 李承刚都已经完全麻木 没有任何反应了 在A股 一般都有着逢缺逼补的规律 但这个规律 对于美股而言 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 它是一个不按照 厂里出牌的市场 即便留下许多个缺口 也没有丝毫要回补的打算 在A股市场上 纵横的技术派高手 去交易美股时 往往都会灰头土脸 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技术 在美股身上 完全就不灵验了 对此 李承刚只能说 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吧 实际上 真实的情况是 那斯达克指数的成分股太少 全球许多资金都拥挤在其中 完全形成了资金角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技术会有些失灵 但如果用在美股的个股上 技术还是很管用的 到了9点15分 李承刚习惯的打开电脑 看了一眼股票软件 旋即忍不住就哑然失效 今天竟然是星期六 难怪股票软件 没有任何反应 打开创业版的周线图 看了一眼 这个星期 只有两天的交易时间 但连续两天 创业版指数 都收了一根涨幅在 2%以上的阳线 所以周线图 显得特别漂亮 李承刚很少看月线的K线图 他一般都看日K线和周K线图 相对于日K线和周K线图而言 月线图显得有些滞后了 不能很好地反映出 一只股票的变化 一只股票的月K线图 在李承刚看来 更多的只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 当然 对于董大勇那样 持股数年的长线交易者来说 月线图才是他们所需要看的 如果是做短线 持股两三天的交易者 去看月K线图 那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月K线图的参考意义 更多的同样也是在于成交量 在李承刚看来 假如一只股票一个星期内的成交量 在月K线图上 就超过了上个月的成交量 那么可以证明一点 这只股票在这个月的走势 必然是上下大幅震荡 十分激烈的 对于短线交易者而言 这种股票具有很大的套利空间 值得去观察 查看它短期内的方向选择 昨天已经复过盘了 星期六早晨一大清早 李承刚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继续复盘 还没有想好今天要干点什么事 就在这时沈默农给他发来了微信 起床了吗 今天股市休市 我正好休息 你出来陪我逛街吧 第186章 前期逛街 李承刚一正 脑海里莫名其妙的忽然间 想到了屈婉柔的OL制服 心里一热 毫不犹豫的回复 好的 星天地商场东门等我的 我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到 沈默农发来微信 李承刚换了一身衣服出门 他从来都没有询问过 沈默农一个月赚多少钱 当然 沈默农也没有问过他 不过沈默农能够在广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当副主任 李承刚估摸着他一个月几万块钱工资应该还是有的 要不然也不会去星天地商城这种地方去逛街 这个商城里面卖的都是一些国际大牌 随随便便一件衬衣 都是两三千块钱起步 普通的工薪族 到这里时根本连门都不敢进 李承刚以前偶尔也和刘家来这里逛一下 但来了几次后 李承刚也不愿意来了 原因很简单 星天地商场里面的导购员实在是太热情了 只要李承刚和刘家两人随便进入一个品牌店内 导购员都是鞠躬问候 全程一路跟随介绍 脸上带着礼貌 热情到让李承刚都心里发虚的笑容 钱是人的胆 这话还真有一些道理 在这种专门经营奢侈品的商城里 口袋里面没有钱的话 在里面逛 只会让李承刚心里发虚 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买不起 而如果在评价商场中的话 李承刚心里就不会有这种发虚的感觉 到了星天地商场的东门后 李承刚给沈默农发了一条微信 到了 马上 还有一个路口 有点堵车 沈默农回复说道 李承刚点燃一根香烟 刚抽了一口 看见一辆黑色的路虎缆胜 向东门这边开来 快到他身前时 车速放慢了一些 然后停到了他身旁的一个停车位上 车门打开后 李承刚下意识看了一眼 副驾驶上下来一个容貌娇好 穿着打扮 巨多十分有品位的女人 他目光里充满了讥讽和嘲笑看着他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李承刚当时愣了一下 前世刘驾 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他 家家 是谁啊 一个约莫有四十五六岁左右的男子 从车门另一边走来 看了一眼李承刚 眉头微微一挑 伸手揽住了刘驾的柳妖 用视微得意的目光看着李承刚 没事老金 是我前夫 你之前见过他一次的 刘驾靠在老金的肩膀上 娇笑着说道 你不会吃醋吧 哈哈 怎么可能 老金哑然失笑 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承刚 好像混得不怎么样 他一直也混得不怎么样 他如果有你十分之一的本事 我之前也不会和他离婚了 刘驾不屑地撇了撇嘴 瞟了一眼李承刚 对老金笑着说道 我这个前夫 人家现在在全职炒股呢 等着发大财呢 说到这里 他转过头来 对李承刚讥讽地说道 对了 我都差点忘记 问你了 你现在不是全职炒股吗 怎么样 赔完了没有 不会是把我给你那五万块钱 已经都赔光了吧 什么叫做 你给我的五万块钱 李承刚回过神来 抽了一口香烟 不嫌不淡地说道 那是属于我的钱 不是你给我的 明白了吗 行 属于你的钱 行了吧 刘驾不屑地笑了 不过才五万块钱而已 我现在买个包 都不止五万块钱了 也就是 你这样的人 才能够将五万块钱 看得那么重要 哥哥了 重要不重要 那是我的事情 你觉得五万块钱不多 那你怎么不往大街上随便扔啊 李承刚反唇相机地说道 哥哥哥 李承刚 我看你 也就只剩下一张嘴会说了 刘驾不屑地笑了 你都三十多岁了 不但没钱 连工作都没有 我看你可能 是要打光棍了 毕竟 像我这么傻的女人 你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我当初也真是瞎了眼睛 才看上了你 话音刚落 一辆红色的奥迪 A6开到了停车场 沈默农戴着墨镜 穿着一件 斜肩造型的白色连衣裙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双纤细修长雪白的眉腿 从下车后 就牢牢地吸引住了老金的目光 刘驾的身材也不错 但和沈默农像比起来 无疑还是要逊色几分的 沈默农先细修长的眉腿 真的是笔直匀称 没有一丝的坠肉 他今天带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 整个人的气质 显得优雅之中 又有一丝妩媚 默农 李承刚注意到老金的目光 一眨不眨地盯着沈默农看着 他对沈默农招了招手 第187章 我要谢谢你 刘家健壮登时一正 沈默农也是冷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李承刚是遇到朋友了 所以只是打算从李承刚身旁经过 假装不认识 毕竟 由于他并不打算和李承刚结婚 所以沈默农也没打算出现在李承刚的朋友圈中 这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尴尬 但既然李承刚喊他了 沈默农的脚步微微一顿 走到他身旁停了下来 出于礼貌的原因 他顺手将墨镜摘了下来 对老金和刘家两人微微一笑 打了一声招呼 你们好 他这一笑起来 犹如鲜花盛开 灯时让老金看的眼睛珠子都直了 连连点头说道 你好你好 刘家看见老金这副模样 灯时气得狠狠踩了老金一脚 哎呦 老金疼得叫了一声 回过神来 看见刘家的脸上布满了寒霜 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莫农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前妻刘家 李承刚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挽住沈默农的柳妖 笑呵呵地对刘家说道 不好意思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不仅打不了光棍 而且我家莫农比你漂亮多了 哼 是你前妻啊 沈默农柳没一条 将李承刚的话咀嚼了一下 又看见刘家脸色难堪到了极点 他心里大概就猜到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用手捋了一下额前的秀法 对刘家优雅的一笑 你好啊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 刘家看见他这副优雅的气质 心里越发自愧行贿了 但他肯定是不可能在脸上表现出来的 将手里的爱马仕包包不自觉地往上拎了一下 哼了一声 摆出一副巨傲的模样 冷冷地说道 我又不认识你 你谢我什么 沈默农落落大方地挽住李承刚的胳膊 笑着说道 我要谢谢你 将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了 你们要是不离婚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好男人 刘家哼了一声 满怀恶意地说道 我看你是被他骗了吧 我告诉你 他全身上下 也不知道有没有五万块钱 对了 如果有五万块钱的话 那也是我们之前离婚时 我看他可怜才给他分的 他有没有钱 我不在乎 沈默农打断刘家的话 优雅地笑道 我有钱就行了 老金心里一瞬间 羡慕嫉妒到了极点 他妈的 这个臭小子 怎么就这么走约 竟然有这种级别的美女看上他 也就算了 而且听他话里的意思 居然还要倒贴他 老金看看身旁的刘家 又看看挽着李承刚胳膊的沈默农 两人不论是从容貌 还是身材上 沈默农明显都要超越刘家 不止一个档次 最重要的是 老金心里很清楚 刘家当初之所以被他勾搭上 说白了 就是冲着他的钱来了 我他妈的 怎么就遇不到这种女人 老金心里对于李承刚 只剩下了羡慕极度狠 承刚 我们走吧 沈默农转过头 对李承刚笑着说道 我之前在星天地商城里面 给你看了好几件衣服 今天让你出来 就是专门来让你试试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挽着 李承刚向商城里面走去 老金忍不住贪婪地盯着 沈默农远去的身影 又狠狠看了几眼 尤其是他那双纤细笔直的眉腿 想到这样一双眉腿 可以被李承刚肆意把玩时 老金心里忍不住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他妈的 这小子真是厌浮不浅 这种极品美女 竟然能看上他 真是老天爷瞎了狗眼 还没看够 刘家看着老金目不转睛 双眸发光的样子 心里除了生气之外 还有一丝警惕 没好气地说道 人家都走远了 回过神来 看了一眼刘家 老金皱了一下眉头 单声说道 我是在看那边的广告呢 他心里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真是货比货得扔 人比人气死人 这刘家之前看上去也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但是和那个叫做莫农的女人比起来 真是立即相行见处 莫农 嗯 这个名字真的是好听 刚才谢谢你啊 李承刚走进新天地商城后 看了一眼身旁的沈莫农 耸了耸肩膀说道 要不是你 恰好到了 估计我肯定要被嘲笑一番 嘲笑 你这前妻 心眼也真是够小的 沈莫农嫣然一笑 松开他的手 简单整理了一下裙子 他刚才在嘲笑你什么 觉得我没钱 没房没工作 这辈子 注定要打光棍了 李承刚笑呵呵的说着 想到那个叫做老金的男人 他打趣的说道 你注意到他身旁的那个男人没有 他看你的时候 眼睛珠子都直了 看见了 沈莫农嗚了一声 看了他一眼 嫣然一笑 他眼睛珠子直不直 我并不关心 我只关心 你什么时候看我 也会像他那样 眼睛珠子变直 第188章 你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 李承刚看见他笑颜如花的样子 打趣的说道 让我像他那样 我做不出来 感觉就像是色狼一样 那可不行 沈莫农白了他一眼 凑到他耳旁 轻声说道 你是我的男人 你也得像他一样 看我的时候 眼睛珠子变直了 因为你眼睛里 只能有我一个人 李承刚心里一下就窜起一股火 深吸了一口气 才将内心的冲动压抑了下去 将他的反应收在眼底 沈莫农忍不住抿嘴笑了起来 顿了顿 他收敛起笑容 认真的说道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只能想着我 眼里也只能看我 明白了吗 等你将来结交新的女朋友时 你提前告诉我 一声就行了 但是在这之前 你得给我一个孩子 我知道了 李承刚打断他的话 苦笑着说道 你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他心里有些复杂 他的话 李承刚第一次听到后 心里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但是在经过华山之行后 李承刚发现 沈莫农的内心 其实是极其敏感的 所以 他才会反复强调这句话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一个人如果不断 经常重复一件事情 那只能证明 这个人对于这件事情 是极度的不信任 或者说 内心缺乏安全感 而沈莫农想要的安全感 也很简单 就是想要一个孩子而已 在经历了之前婚姻的背叛后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老公不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也有可能会变成别人的 但自己的孩子 肯定是自己的 不会变成别人的 在新天地商城里逛着 触目所及 随便一件普通的半袖 动辄就要一两千起步 在以前 李承刚看见这些价格 心里会忍不住发虚 毕竟 以他的工资来看 恐怕一个月来 这里买上两件衣服 就所剩无几了 但是现在 李承刚心里却不是那么发虚了 原因很简单 昨天一个涨停板 让他就赚了六千多块钱 当然 这点钱 在这样售卖奢侈品的商城里 连一套西装都买不起 但不同的是 李承刚的心态和过去相比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股市里面的每一次成功操作 他对于股市的认知 以及他总结出来的交易模式 股市之所以让许多股民为之癫狂 为他彻夜难眠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金钱的魔力 只要在这个市场里 掌握到正确的办法 那么 钱 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你想什么呢 沈默农的声音 将沉思中的李承刚惊醒 他抬起头来 看见导购员将一件白衬衣 交给沈默农 他对李承刚挥了挥手 说道 你过来试一下 我觉得这件衣服 你穿上肯定好看 好 李承刚点了点头 接过来后 他下意识寻找着价格标签 却是没有看见 沈默农注意到了他这个细节 柳梅一条 沉道 快去试试吧 李承刚走进试衣间里 换了这件白衬衣 走出来后 对着试衣镜照了照 他之前还从来没有 买过这样的白衬衣 原因很简单 刘家不喜欢 但李承刚现在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好像自己 还挺适合穿白衬衣的 至少这一件 让他看起来 感觉还不错 沈默农走到他身旁 抚平他身上的衬衣褶子 又帮他简单整理了一下 退后几步 盯着李承刚仔细看了看 点了点头 说道 男人穿白衬衣 其实很帅气的 有种特别干净的感觉 美女 这也是因为我们家衬衣 版型特别好的原因 我觉得 特别佩宁先生的气质 穿上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导购员抿嘴笑着 这件衬衣多少钱 李承刚摸了摸衬衣的料子 衬衣虽然笔挺 但这料子摸起来却是很软 很舒服 穿在身上 他也没有一种特别硬的感觉 凭借手感 他就可以肯定 这衬衣肯定不会太便宜的 3700块钱 先生 导购员对他笑了笑 李承刚眉头一条 这么贵 先生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导购员笑了笑 这就像是你炒股一样 沈默农也笑了 在一旁说道 你不是说了吗 贵的股票 自然有他贵的道理 同样 这里的衣服虽然贵 但也是有他们贵的道理的 抄股不是上班 好的美女 导购员点头 李承刚有点尴尬 低声对沈默农说道 默农 我的钱都在股市里面 今天修饰也提不出来 我身上没有多少现金 我给你买的 沈默农打断了他的话 笑着说道 我喜欢男人穿白衬衣的样子 简单 干净 帅气 那我星期一把钱给你吧 李承刚认真地说道 我不愿意花女人的钱 难道我的钱也不行 沈默农柳眉一条 显得有些不太高兴了 我难道不是你的女人 你和我这么计较 默农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承刚连忙摆手 说道 我是不习惯让女人掏钱 没想到 你还挺大男子主义的呀 沈默农这才恍然大悟 柳眉书展 名嘴笑了起来 等你将来赚了大钱 再给我买就行了 对了 这两天怎么样 赚到钱了吗 作为一个短线 李承刚也没有瞒他 说道 两天赚了六千多块钱吧 不错呀 沈默农有些意外 笑道 赚的还不少啊 要是全仓买入的话 就能赚将近两万块钱 李承刚忍不住笑着说道 我是买了小仓位 所以赚的也比较少 那也挺多的了 沈默农认真的说道 两天赚六千多 就按照一天赚三千块钱 来计算的话 一个月就是十万块钱了呀 李承刚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这样去计算 哦 沈默农一正 不解的说道 难道我算错了吗 默农 炒股这种事情 就像你 买入恒锐药以后 多年一直也不动 你这是真正的投资 李承刚认真的解释说道 但就像是我这样的短线操作 和投资无关 就是单纯的投机套利而已 既然是投机套利 那自然是有风险的 而且 炒股又不是稳定的收益 怎么能因为一次盈利 而就理所应当的认为 接下来每天都会有着 同样的盈利幅度呢 这完全就是两码事 炒股又不是上班 不可能有稳定盈利的呀 顿了顿 他接着说道 但有些人却这样想 比如那些新入市的股民 他们总是想着 炒股可比上班赚钱轻松多了 假如一天不多赚 就赚三百块钱 然后就换只股票 这样下来 除去休息的时间 一个月也能赚七八千块钱了 但事实上 真正操作起来 他们就会发现 事与愿违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他们的思维固化了 赚了一次钱 或者几次钱后 就会觉得 他们接下来还会这样赚钱 但实际上 他们赚钱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股市上涨了 所以跟着吃了一口肉 但如果股市下跌了 这一棒子 他们也不会逃过去 会结结实实的挨上 沈默农忍不住笑了 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刚才就是下意识的去计算 如果按照你这样赚钱的速度 一个月也能赚不少 但却是忘记了 炒股不是上班 怎么可能会有固定 稳定的收益呢 导购员将衬衣包好 沈默农拿出来信用卡刷卡付账 将衣服递给李成刚 咱们再去给你看条裤子 算了 李成刚心里一个机灵 连忙摇头说道 要不然去其他地方买吧 这里的衣服 实在是太贵了 沈默农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问道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李成刚苦笑着提了提手中的衬衣 说道 莫农 这是我这辈子最贵的一件衣服了 沈默农用手捋了一下额前的碎发 笑眯眯地看着他 说道 那也不错呀 至少你以后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想起来 你一想到这辈子 你买过最贵的衣服 是我给你买的 你不就连带着也想起我了吗 看着他娇艳如花一般的俏脸 李成刚心里一阵感动 脱口说道 我敢打赌 我上辈子肯定是个潜心念佛的和尚 为什么这么说 沈默农一正 好奇不解地问道 如果我不是潜心念佛的话 又怎么会敲烂无数个沐鱼 才能过这辈子遇到你啊 李成刚笑眯眯地看着他 有嘴滑舌 沈默农扑吃一下 忍不住笑了 你是不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吃糖了 说的话这么甜 其实我的嘴更甜 李成刚压低声音 凑到他耳畔 轻声说道 晚上让你尝一下 闻着他秀发上传来的香味 李成刚忍不住在他的耳朵上 轻轻吻了一下 沈默农身体一抖 翘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沈道 大庭广众之下 你注意点影响 李成刚哈哈大笑了起来 第190章 消化套牢盘 休市两天的日子 似乎显得有点漫长 牛市中 古民都觉得两天休市的日子 实在是太漫长了 这是因为牛市赚钱容易 休息两天 总有一种少赚钱了的感觉 而如果是在熊市中 许多古民往往会觉得 实在是太短了 因为一开始又要赔钱了 星期天的晚上 李成刚再次认真复盘了一下 尤其是特瑞德这只股票 他更是仔细看了看 2013年5月3日这天 特瑞德放出来的成交量 实在是有点大了 是属于倍量的范畴 所谓的倍量 就是指股票某一天的成交量 要远远超出前段时间 每天的成交量 是之前每天成交量的几倍之多 这才是倍量 但倍量并非意味着会连续大涨 比如一些受到消息刺激的股票 在消息的刺激之下 当天的成交量会急剧放大 出现倍量 但第二天 紧接着成交量就会萎缩到极点 接下来就是开启慢慢下跌之路 这种走势就是昙花一现 往往都会被主力资金 利用利好消息的刺激 趁机出货套人 所以某个股票有一天忽然间出现倍量 那么千万不能头脑发昏的冲进去 而是要观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连续几天都会成交量放大 如果仅仅只是一天 这样的股票是不能介入的 李成刚之所以5月3日尾盘 犹豫着要不要卖出特瑞德这只股票 就是因为当天的成交量 放出来了一个倍量 但最终没有卖的原因 还是在于5月2日的调空缺口 如果明天继续是倍量 那就见好就收 李成刚看了看特瑞德之前的走势 心里有了计划 特瑞德这只股票 在2012年6月份时 曾经做了一个W形态的顶部 最高价格为16 22元 主力资金不可能一口气 将这个位置的套牢盘换掉 肯定还会继续磨蹭几天 而冲击前期密集套牢区域时 主力资金最喜欢用的手法 就是第一次不会直接冲击套牢区域的顶部 而是会先打到密集交易区的位置 然后进行一个快速下跌的走势 引诱那些被套牢的散户 在危亏或者危营之中割肉止损离场 从而达到洗盘的目的 因为如果直接放量去拉升洗盘 那些被解放出来的套牢盘散户们 看见股价继续上涨 他们肯定不会甘心割肉的 而去愿意多等一会儿 赚点钱再跑 主力资金可不会那么好心的 2013年5月6日 星期一 在集合竞价阶段 特瑞德的报价单明显就比之前多了许多 有一些短线客们 在昨天买入特瑞德后 吃了一个烂板 担心今天会下跌 所以在集合竞价阶段 就会选择止盈离场 落袋为安 李承刚并没有着急 而是继续持股不动 因为在昨天晚上复盘时 他琢磨着主力资金可能会快速拉升 然后快速下跌 用这样的方法 去诱骗去年密集交易区套牢的散户们 交出筹码 既然如此 那么 何必这么着急 等主力开盘后 拉起来再走 岂不是更好吗 当然 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 看见集合竞价后 特瑞德处于微低的开盘 李承刚点燃一根香烟 心里私存着 也有可能让盈利减少 不过 套利原本就是这样的 谁也不能肯定十拿九稳 只要之前做好了计划就行 到了止盈位置 毫不犹豫 落袋为安离场就行了 在李承刚的计划中 如果特瑞德今天下跌3%的幅度 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止盈离场 将绝大多数的利润落袋为安 哪怕随后特瑞德再继续大涨 李承刚也不会追进去的 毕竟 前期密集交易平台中的套牢盘那么多 主力资金必须肯定要在这里震荡几天 将那些套牢盘消化的差不多了 才会继续上工的 开盘后 处于微低的特瑞德 立即就被众多买单拉了起来 股价微微上涨了0 56%左右的幅度 几十手不等的卖单涌出 但都被下方的买单吃掉了 接下来 有不少零零散散的主动性买单 将特瑞德上方的卖单慢慢吃掉 股价上涨到了1%的幅度 李承刚耐心地观察着成交量的变化 今天开盘十几分钟左右 特瑞德就又一次放出来了不小的成交量 但并没有牵手大单出现 就连白手的买单都很少 相比今天高开的创业版 作为全中股之一的特瑞德 无疑就显得有些弱了 创业版的指数在上涨 作为全中股的特瑞德 肯定多少也要表现一下的 李承刚打开交易软件 继续等待着 如果十点半之前 特瑞德没有要拉升的迹象 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卖掉 因为开盘的第一个小时 股价通常都是震荡幅度比较大的 十几分钟后 特瑞德突然出现连续数百手的买单 将上方的卖单全部吃掉 涨幅到了1%27%左右 略微整理了一下后 一比600多手的买单出现 股价瞬间出现一根直线 李承刚毫不犹豫将持仓的特瑞德 卖出了三分之一的仓位 第191章14%的盈利 李承刚的短线操作原则很简单 逢高卖出 越涨越卖 分批卖 分批卖 就算是股神来了 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李承刚抽了一口香烟 继续等待着 14块多的价格 距离前期套牢盘 15至16块钱的价格 还有一些距离 主力应该还会顺势再向上冲击一下 毕竟 14块多的价格 前期的套牢盘 不甘心在这里止损认输 怎么也要再等一下 股价如果在这里停滞不前 直接回落的话 那些套牢的散户们 肯定不会就这样止损割肉的 毕竟 好不容易才看见了回本的希望 反正也套了一年多了 不如再继续等等 因为大多数的股民 并不懂的技术 也看不懂K线组合中 隐藏着主力资金的目的 他们大多数人 都是执行很简单的操作 亏了我就不卖 打死也不卖 反正就是账面浮亏而已 一些股民死死拿住 的确是在后期的大牛市中解套了 但也有许多股票 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回去了 比如中国石油 中国船舶等等 李承刚也是在过去几年炒股生涯中 才领悟到了这个道理 资金如水 流动起来才能够产生价值 如果将资金变成一潭死水 那么就很难产生价值了 特瑞德在2%的范围内 继续慢慢波动了几下后 又有连续上百手的买单出现 将股价瞬间拉升到了15块钱的价格 涨幅达到了5%的幅度 李承刚眼疾手快 立即挂单 将剩余三分之二的仓位 全部清仓卖掉 刚卖掉几分钟后 特瑞德又出现两笔牵手大单 直接涨到了9%左右 眼看就要直接风胀停板了 李承刚的心情很平静 股神也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主力资金也是在不断地试探市场情绪 就算是他们也不会卖到最高点的 知足常乐 两天能有14%左右的盈利 我已经很知足了 看了一眼账户余额 这一次特瑞德的操作 让他盈利了8000多块钱 现在剩余资金达到了9万2000多块钱 长线持股的盈之节 目前也在盈利中 今天早盘时 盈之节开盘急拉了4% 5%的涨幅 到了5盘这会儿 已经又全部跌了回来 涨幅回落到了0% 3%的幅度 彻底将早盘的涨幅 全部抹平了 要是早盘把盈之节 做个替就好了 李承刚心里闪过这个念头后 当时就哑然失笑了 长线持股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反复作替虽然有可能盈利 但也有可能将股票卖飞了 或者是把替做反了 心里想着 李承刚切换到了特瑞德这只股票 看了一眼 在大涨了9%之后 特瑞德并没有封住涨停板 而是开始快速跳水回落了 涨幅回落到5%之后 不论是买单还是卖单 都显得特别清淡 只有不断的十几手 几十手的买卖单在不断互换着 到了11点多之后 特瑞德的涨幅 在下个台阶变成了2%左右的幅度 从成交单上来看 连白手的买单都已经见不到了 只有不断的小单频繁交易着 李承刚又切换到了乐视网的分时图上看了看 今天乐视网上下震荡的比较厉害 骨架上蹿下跳的像是一只猴子似的 李承刚健壮 心里私存着 也不知道白冰冰有没有将乐视网卖掉 不过既然白冰冰没有问他 也没有吭声 李承刚估摸着 他有可能是不是正在飞的呢 所以也没有心好看 要不然 凭借白冰冰的性格 这个小妖精肯定会忍不住问自己的 炒股是一种对于人性的魔力 大多数股民都喜欢盯着交易时 盘中拨动的股价来看盘 但李承刚现在则是习惯 去看开盘一个小时的K线图 大多数时候 开盘一个小时内的K线图 就决定了当天的走势 当然 也有例外 但大多数时候 还是比较准的 到了下午一点多时 上蹿下跳的乐视网 突然连续出现密集的卖单 将跌幅扩大到1 7%左右 股价也被砸到了37 尝试着买入了1000股乐视网的股票 挂单在37 3元的价格成交了 这个价格 距离五日线的幅度很近了 乐视网在连续拉升了三天后 今天是第四天 股价在这里震荡 李承刚估摸着 主力可能是在等待五日线的靠近 也就是等场内筹码平均成本接近了 做完这一笔交易后 李承刚接下来一直看盘到结束 始终也没有再进行任何交易了 第192章 主力假衰 虽然是短线交易 但李承刚也恪守原则 分批买 分批买 绝不满仓 这是铁一般的纪律 交易模式的纪律 必须要严格执行 哪怕是作题失败 当天也一定要割肉出来 短线操作的精髓 就是在于积少成多 不贪心 才是最大的贪婪 李承刚收盘后 看了看特瑞德的走势 今天的特瑞德 是一个明显的冲高回落 早盘冲动追涨的散户 又一次被主力成功套在了高处 当然 今天高点的位置 只有一小部分是主力资金买出来的 剩下的 都是市场力量推动的 不过杂盘的人 除了之前被套牢的散户之外 还有主力自己 也在暗中推波助拦 股价在大幅震荡时 主力最擅长 玩高抛低戏的这种游戏了 不但可以顺势下下前期的套牢盘 让他们主动乖乖割肉 同时还能够将持股成本做低 顺便减点便宜筹码回来 另外最大的目的 就是吸引其他散户 在这里入场换手 将平均持股成本抬高 早盘时 李承刚在特瑞德涨到5 5%的幅度就全部清仓走人了 两天14%的收益 对于短线操作来说 是战果丰盛 李承刚也不打算太过于贪婪 事实证明 不贪才是最大的贪婪 其实 当股价拉升时 散户的心理 在那瞬间短短几秒钟内 是千变万化的 有些短线操作的散户 其实并非是输在了技术上 而是输在了心理上 哪怕就算是昨天尾盘 特瑞德开盘之后 冲进来的散户 在今天也是大幅盈利的 李承刚心里沉吟着 在今天早盘时 有些散户可能会心想 涨3%就卖掉 可是当股价在2% 8%左右震动时 一些散户会见好就收 落袋为安 还有一些散户 则是改变了想法 他们会想 今天走势这么强 说不定还会涨呢 而随后的拉升 会更加坚定了 这部分散户的想法 再涨幅5%左右 如果还坚持不卖 他们会心想 今天又要涨停了 抱着这样的心态 一旦股价回落到 4%左右的幅度时 他们会更加选择不卖 因为之前在 9%涨幅时没有卖 在他们看来 在4%左右涨幅卖掉 那就是自己亏本了 所以如果我是主力的话 明天我要选择一个 低开震荡 将股价压得更低 让那些今天 没有高位卖掉的散户 心里不断懊恼后悔 直到看见盈利越来越少 马上就要亏本了以后 让他们受不了这种走势 平局出场 和后来入场的散户 交换一次筹码 将持股价格抬高 现在的里程刚 他在看盘时 越来越喜欢 用另外一种 截然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为什么今天会涨 为什么今天会跌 抱着这两个疑问 去看一只股票的走势 将它之前和之后 全部都仔细认真 看一遍后 就会发现 其实大多数股票 都是在上上下下的 走台阶一样 许多股票 在前期构筑出来的 密集交易平台区间 就像是一个下楼 下了一层一样 如果是从上面跌下来 那么在这里 跌势通常都会停止 然后反复横盘震荡一番 也有可能会到这里 简单试探一下 然后向上反弹 但如果是从下面走上来 到达前期的 密集交易平台后 主力如果打算突破这里 一般都会用 放量拉升的方式 将前期的套牢盘 解放掉之后 顺势冲高15%左右的空间 再进行导舱 放出一个巨量的 大阴线跌下来 把形态做得异常难看 但是却不会跌破 突破平台 还有主力 则是会选择放量跳空冲击 这样的形态 往往会连续拉好几个涨停 然后慢慢跌下来 这种形态后期调整时间 会比较长一些 所以 里程刚在做短线交易时 都会去选择那些 温和放量走势 去慢慢接近 前期密集交易平台 然后突破下跌的股票 这种股票下跌 往往就是一个 主力假摔的动作 比如特瑞德之前的走势 就是这样的 那些在假摔时 交出筹码的散户 肯定将特瑞德的主力 恨得牙齿发痒 因为在跳空向上 连续冲击了三根大洋线后 在假摔时出的11 30元前的低点 和今天最高15 50元前的高点 其中有着接近30%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 间隔才不过几天时间而已 其实绝大多数股票的走势 都是在慢慢上下盘整 要么就是死气沉沉的反复震荡 里程刚点燃一根香烟 心里私存着 一只股票真正赚钱的时间 其实就只有那么连续拉升的 短短几天而已 晚上回来后 李承刚正打算写博客时 忽然间兴起 到东彩古巴里面去逛了一圈 在创业版论坛中 有许多人都在发帖 信誓旦旦的宣称 牛市就要来了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 这些人各种举例证明 或者引用某种消息 不过 许多人还是不相信 牛市来了的观点 因为创业版虽然在2013年的五一节后 连续三天都收涨 但是相比之下 大盘的走势 就不那么好看了 大盘也就是护势 俗话说得好 牛市为起 但是大盘和牛市起手的券商 却是显得很疲软 大金融板块 如果没有表现的话 牛市是不可能到来的 这一点 许多老股民心里都很清楚明白 正因为这样 贴吧里面两派观点 针锋对立 炒得十分激烈 李承刚大概看了看 古巴里的帖子后 就退了出来 开始写他的博客 竟然有2000多的粉丝了 写完文章后 李承刚无意中 瞟了一眼自己的粉丝数量 当时吓了一跳 不过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粉丝数量就涨得这么快了 但转念一想 这似乎也是正常的 毕竟 国内的股民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他发表的文章下面 有许多人都喊他李老师 请他点评一下 自己手中的个股 对于这些评论要求 李承刚统统一概不管 这并非是他高傲 而是有规定的 点评大盘的走势可以 但如果点评个股的话 那就算是变相推荐股票了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193章 可耻的反应 第二天清早 李承刚精神抖擞地起床 听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白冰冰 打开门后 李承刚顿时眼睛一亮 白冰冰今天穿了一件 V领路间的红色西装裙 这种西装裙 有一个收腰的造型 将白冰冰身材的曲线 完全地展示了出来 再加上他白皙的肤色 那双笔质纤细的铅笔腿 一瞬间 让李承刚有种惊艳的感觉 看得目不转睛 哥 这身衣服 我穿着好看吗 白冰冰看见李承刚发直的眼睛珠子 抿嘴一笑 原地转了一圈 弹开双手 笑眯眯地看着他 好看 李承刚说着 忽然察觉到 自己居然可耻地起了反应 连忙转过身去掩饰 干咳了一声 说道 你先开电脑去吧 我去洗八脸 其实他刚才已经洗过了 但是眼下身体突发的情况 李承刚觉得 自己需要用凉水 来镇定冷静一下 幸好 白冰冰没有看见李承刚的异常反应 要不然 恐怕李承刚的尴尬地钻到地缝中去 李承刚钻到卫生间里 用凉水狠狠抹了几把脸 直到心情彻底平静下来 他才走了出来 尽可能地控制着自己的目光 别去向白冰冰那边望去 但心里却是有个声音在不停喊着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白冰冰的美和沈默农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韵 沈默农是优雅端庄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李承刚每次都有一种征服的感觉 而白冰冰却是青春靓丽 这种青春靓丽 是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人 都难以抵挡的诱惑 冰冰 你这几天挺忙的呀 李承刚坐到电脑前 点燃一根香烟 狠狠抽了一口 目光忍不住又瞟了一眼 白冰冰的那双眉腿 他双腿紧紧并拢坐着 显得又长又细 李承刚毛海里 忍不住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他穿上一双黑丝袜 那该会是怎样的一幕 嗯 何止是忙 简直是太忙了 白冰冰叹了一口气 郁闷的说道 每年一到节假日 就是这样的 节日的前后几天 忙的 简直连做的功夫都没有 往往都是 飞到一个城市中转后 最多休息一个小时 就立刻飞往下一个城市了 难道飞机不用补充燃油吗 李承刚不解的问道 补充燃油 也得需要时间吧 是需要时间 白冰冰耸了耸香肩 说道 但是旅客都下了飞机以后 我们得打扫卫生啊 打扫完之后 基本上准备工作 也就差不多了 原来是这样 李承刚恍然大悟 白冰冰抱怨的说着 谢了好看 李承刚想都没想 脱口说道 说了一半 他连忙停了下来 毕竟 这样的话 实在是 显得有点太轻挑了 好看吗 白冰冰用手捏了捏 他那双纤细笔质的玉腿 笑着说道 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弱好 现在实在是太瘦了 我都不到一百斤了 好看 李承刚点了点头 忽然间察觉到 又有些不对劲了 哥 白冰冰美眸随意瞟了一眼 指了指他的口袋附近 说道 你的打火机 束着装在口袋里面 难道不觉得难受吗 李承刚的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干咳的说道 还好 还好 他将手放在腿上 想要遮挡住他的反应 但这种时候 根本是不受人控制的 而白冰冰看见 李承刚突然变红的脸 心里顿时觉得有些怪异 看了一眼电脑屏幕 忽然发现 桌子上的烟盒旁边 不就是一个打火机吗 再联想到 李承刚莫名其妙的脸红 白冰冰的翘脸 也刷得一下红了 娇羞的白了李承刚一眼 沉道 哥 你真坏 你怎么能 他后面的话说不出来了 我 对不起啊冰冰 我不是故意的 李承刚此时恨不得地上有条缝 让他能够钻进去 这实在是丢脸丢大发了 白冰冰娇羞的低下头 双手搅在一起 手指无意识的来回搅着 嘴角却是微微翘起 露出一丝笑容 一瞬间 房间内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有些尴尬 还有些许暧昧在其中 看了一眼搅着手指低头不语的白冰冰 尴尬地说道 冰冰 你别误会 我那个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毕竟 这种事情怎么开口 难道说 你这个小妖精实在是打扮得太漂亮了 作为一个男人 我有点反应 是很正常的事象 没错 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但没办法开口啊 哥 你放心吧 白冰冰忍着笑 抬起头来 看着李承刚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明白 嘻嘻 他实在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那个 我郑重和你说一下 李承刚刚咳了一声 你以后来找我看股票的时候 能不能别打扮得这么漂亮 你这么漂亮 再打扮一番 这岂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 哥哥了 我知道了 白冰冰笑得前仰后合 原来都怪我呀 不然你以为呢 李承刚看了一眼电脑屏幕 心里的那一丝起念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开盘了 白冰冰连忙看了一眼 没错 9点15分了 他连忙说道 快看看乐视网 昨天下跌了 我没有卖 还一直拿着呢 你不是说 他还没有到加速的阶段吗 你的股票卖了吗 卖了 李承刚随口说道 啊 白冰冰一听 当时就有些心里没底了 老实说 之所以他这一次 能够将乐视网牢牢拿住 除了李承刚 之前所说的加速阶段 还没有来的话 剩下更多的就是因为 李承刚同样也买了乐视网 所以 白冰冰心里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他不卖 那自己也拿着就行了 你这么吃惊淡吗 李承刚看了一眼他 笑呵呵的说道 我又没打算当股东 那自然肯定是看见 涨得差不多了 就要卖了他 第194章 心理因素 那你卖的时候 怎么不告诉我呀 白冰冰急得都不行了 恰好今天乐视网 在集合竞价时 报价单就不断汹涌而出 到了9点20分之中 更是众多卖单出现 将股价不断节节压低 9点25分 乐视网以38 25元开盘 低开1 0200分号的幅度 但这个是卖一盘口的价格 买一盘口的价格为 38块钱 我昨天又买回来了呀 李承刚看见白冰冰 着急跺脚的模样 下意识看了看他的高跟鞋 心里暗存 这鞋跟不会被踩断吧 那你刚才不说清楚 白冰冰更是松了一口气 沉道 讨厌死了 吓我一跳 怎么了呀 李承刚一脸无辜的 耸了耸肩膀 你要是卖了乐视网 我也不拿了 白冰冰认真的说道 说实话 虽然这段时间跟你学了不少 也懂了许多知识 但是我这几天抽空 拿手机看盘的时候 一看见下跌 还是有些心里发慌 我就是想着你没有卖 所以我才能一直牢牢拿住的 李承刚有些无奈 叹了一口气 但他能够明白白冰冰的心情 炒股这种事情 看似简单 只要开个户 会买卖股票 那就可以入市交易 但是 在交易期间的心理压力 才是许多散户 永远都无法克制的弱点 包括李承刚在内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克制 冰冰 想了想 李承刚说道 怎么说呢 你的心情 我能明白 也能理解 但你如果想要从股市里面赚到钱 有些事情 就必须不得不去做 两人说话间 股市也开盘了 低开的乐视网 今天开盘后 只有一笔十几手的买单 试探性的向上买了一下 紧接着 就是数百手的卖单涌出 下方五档买盘上的买单 被迅速消耗殆尽 买单在陆陆续续的增加着 卖单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看似盘面上 好像稳住了 但几分钟后 一笔两千多手的卖单 从天而降 瞬间将下方五档买盘上 叠加起来的买单 全部一下砸掉 接着 又是一笔四千多手的卖单出现 股价跌幅 瞬间被砸到了二 百分之五的幅度 数百手的买单出现 五档买盘上的买单 被迅速堆积了起来 但是卖盘的力量十分坚决 连续不断的牵手大单出现 下方的买单 虽然不断申报 但依然没有办法阻止卖单的力量 哥 跌了 怎么办 白冰冰撬脸上一片紧张 我记得你还有仓位吧 李成刚想了一下问道 顺便打开了交易软件 有 白冰冰脱口说道 我又 没事 我还有仓位 他翘脸闪过一丝慌乱 但旋即又消失不见了 李成刚文言挑了他一眼 将他翘脸上闪过的一丝慌乱 看在眼里 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但并没有在意 下意识只是觉得 他又犯了绝大多数股民的老毛病 账也慌 爹也慌 想了想 他有些犹豫的说道 还有仓位的话 那等一下 不妨买进来就行了 其实李成刚不想每一次交易 都去指点白冰冰 原因很简单 这样的做法 对于白冰冰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好处的 交易就是交易 要用一个冷静到极点的心态来看待 白冰冰现在最大的弱点 在李成刚看来 就是他在交易时 掺杂了太多交易外的心理因素 再买 白冰冰心里一个咯噔 看着李成刚犹豫不决的说道 哥 今天跌得这么厉害 会不会是主力出货了呀 话音刚落 乐视网的盘面上 在起风云 汹涌而出的卖单之中 突然连续出现了 多笔七八百手的卖单 将股价不断向下狠砸 其中一笔六千多手的大卖单出现 瞬间就将乐视网的股价 向下砸出来一根直线 乐视网的跌幅 瞬间从二 百分之五左右 跌到了百分之五的幅度 股价从开盘的三十八块钱 连续跌破了三十七元的整数关口 这一笔大卖单 更是将股价砸得跌到了三十六块钱的价格 李承刚眼疾手快 毫不犹豫填报了一个三十七元的价格 利用交易规则之中的价格优先的规定 瞬间以三十六 八十七元的价格 成交了一千股 主力还没有进行加速拉升 就算是出货 也不会选择在这里出货的 最多会在这里出一小部分而已 李承刚买入后 对白冰冰说道 我昨天在下跌时买入了一千股 今天再买入一千股 打算找机会踢出去一部分仓位 乐视网我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你别看他跌的胸 实际上 才刚触碰到五日线而已 说着 李承刚将均线打开 指着K线图 对白冰冰说道 冰冰你看 今天是不是才刚碰到五日线 白冰冰看了一眼 哥 那你的意思 再买点 你之前的成本很低 在这里 你想买入一部分也可以 今天早盘跌这么急 接下来大概率会有一个向上反拉的动作才对 你这会买点 一会可以做梯卖掉 当然 这是我的交易模式 你不用完全参考 因为我今天买入之后 到了尾盘时 哪怕就算是亏损 我也要出掉五百股左右的乐视网股票 保证自己的仓位合理 李承刚解释说道 你不用照搬 我的交易模式 你如果打算做波段交易的话 我建议你就一直持股不动 到了股票加速拉升的时候 找机会卖掉就行了 如果是打算做长线交易 那其实就更没有必要天天盯盘了 我觉得 你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在于 你也不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交易模式 话音刚落 暴跌中的乐视网 突然连续出现了几笔牵手的买单 将直线跳水的股价 反手拉了起来 股价从三十六 八的价格变成了三十七 四元 嗯 跟你说的没错 白冰冰点了点头 坦然承认说道 我的确是没有想好 算了 我先买点乐视网的股票再说吧 他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账户余额 显示着可用资金 还有五十万元的数字后 心里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刚才李承刚买入的举动 以及乐视网盘面的变化 给了白冰冰勇气 他已狠心 将账户内五十万的资金 全部都买入了乐视网 第195章 白冰冰的贪婪 白冰冰买入时 乐视网又小副下跌了一下 出现几百手的卖单 白冰冰买入的成交价格为 三十七块钱 成交了一万三千股 乐视网现在成交白手买单 已经是很稀疏平常的事情了 所以 李承刚看见盘面上出现了一百多手的买单时 压根就没有想到 这笔买单 就是坐在他身旁的白冰冰交易的 一定不能跌啊 买入了之后 白冰冰心里猛然间又有些后悔了 整个人也开始焦虑不安起来 两条笔直纤细的玉腿 从左侧移动到了另一侧 虽然在今天来之前 白冰冰心里就已经想好了 但真正买入交易后 他又忍不住后悔了起来 万一要是跌了呢 不用跌太多 只要跌百分之十 那么他的自有资金 就会损失八成 这还是建立在之前 他乐视网大幅盈利的状态下 如果不是盈利了几十个点 那么这比五十万的杠杆 只要亏损百分之十 这五十万块钱的资金 是白冰冰偷偷刷信用卡套现出来的 之前王冬的教训 的确是让白冰冰心里极为忌惮 但是随着这几天 看着乐视网天天不停上涨的走势后 白冰冰心里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到 王冬刷卡套现的事情 在直飞的空辖 偶尔打开账户 看着盈利了几十个点的乐视网 白冰冰想到了自己几张信用卡 加起来一共六十万的额度 如果当初买入乐视网 不是五万块钱 而是五十万的话 自己现在 岂不是已经赚了十几万吗 第一次这个念头 从脑海里浮现后 白冰冰立即就想到了 李承刚之前和他说的话 炒股千万别举债 别借钱 但是 每天不断跳动的盈利数字 就像是一个魔鬼 在不断地诱惑着白冰冰 让他总是不断在想着 如果我的本金再多点就好了 当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 诱惑的力量 会远比人们之前想象的 要大许多 虽然有王冬这个例子在前 但是当白冰冰看见 每天乐视网不断上涨 而中科精才 虽然也跟着有了一些反弹 但依然比不上乐视网时 他心里的想法 不知不觉中就变了 王冬和孟颖两人 之所以亏损 那是因为他们股票没有选对 李哥之前带我做的乐视网 不是一直都在赚钱吗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 再加上李承刚说乐视网 还没有进入到跳空加速阶段 白冰冰的胆子 不知不觉就大了起来 他打听到 孟颖手里有刷卡的POS机 然后就将信用卡 交给了孟颖 让他帮忙给自己套现50万出来 孟颖当然询问他 要这笔钱干嘛 白冰冰没有告诉他是拿来炒股 而是谎称 父母看上一处正在打折的房子 银行里的理财资金还没有到期 怕这个房子被别人买走 所以先套一下信用卡出来应急 孟颖相信了他 帮他套现了50万的信用卡 抛盘已经差不多了 李承刚没有注意到 白冰冰自从买入股票后 美眸就紧紧盯着乐视网的盘面看着 神色变得紧张无比 他在盯着盘面走势和成交量 以及量比的变化不断分析着 从量比上来看 开盘乐视网在急速猛砸的时候 量比并不是很大 只有2 37左右 而随着买卖双方力量的衰退 量比也降到了1 3的幅度 这个量比和之前几天对比起来 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数字 如果量比还在不断变大 而买盘增加 那么李承刚就要开始考虑止损了 量比这个指标是李承刚最为看重的 因为交易不满一天的话 只能从60分时的K线图上去 看成交量的变化 而量比这个指标比较直观 一旦今天成交量不断放大 量比会一直呈现走高 然后持平的状态 这种时候 如果股票呈现红盘上涨 那么就是很好的趋势 稳定的成交量会推着股价缓慢上涨 但如果是绿盘下跌时 超过2的量比 那就要小心了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大单砸盘 而且不断出现的卖单 会一直强势压住股价上涨 股票会不断慢慢向下走低 拉起来了 拉起来了 就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白冰冰 看见乐视网开盘半个小时后 卖单越来越少 买盘越来越多时 忽然间连续出现牵手的买单 将股价快速拉起来后 忍不住兴奋的叫了起来 心里开始在磨算 自己刚才买入的资金 现在盈利多少钱了 李成刚二话不说 看见向上冲击的股价 涨到38块钱的价格后 立即卖出500股 说道 你可以将刚才买入的股票卖掉了 白冰冰犹豫了一下 看见股价到达38块钱后 不断上下震荡的走势 哥 我想再等等 万一还会继续上涨呢 李成刚文言 皱眉看了他一眼 说道 冰冰 做踢的原则 比做短线的原则还要坚决 抓住盘中2%的利润 就足够了 当然 有时候还可能做出来十几个点的利润 但那样股价的震荡是非常大的 有可能是天地板的走势 今天乐视网大概率不会出现那样的走势 见好就收就行了 哥 我知道了 白冰冰点了点头 但心里犹豫了一下后 又将手机装了回去 说道 你不是说乐视网还没有到加速阶段吗 我想再观察一下 冰冰 加速阶段有可能会出 也有可能不会出现 今天这个下跌 也有可能是假摔 也有可能要做短期顶 这些谁也说不准的 市场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想要抓住市场的每一次变化 那都是吃人做梦 李成刚加重语气说道 我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执行自己的纪律 要坚决执行 不被盘中的变化所迷惑 或者是因为盘中的变化 196张 慌慌张张 嗯 我知道了个 白冰冰心不在焉的点头 他现在根本听不进去 李成刚苦口婆心的劝说 一双美眸死死的盯着电脑屏幕 看着乐视网的骨架在不断震荡 心里幻想着 买盘的力量这么强 今天会不会涨停了 只可惜 事与愿违 乐视网的骨架 拉升到38元附近后 并没有像白冰冰所期盼 幻想的那样继续向上冲击 反而是来回震荡了几下后 股价又跌了下来 这下子 白冰冰瞬间就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一双纤细的玉腿 来回东摩西摩 坐立不安 更是不停的询问李成刚 哥 不会跌停吧 他现在终于感觉到 重仓的恐惧 以及为什么之前李成刚反复提及说 千万不要举债炒股的原因了 乐视网的股票 每下跌1% 白冰冰心里就会忍不住想 几千块钱没有了 这样的想法 让他开始忍不住胡思乱想 各种可怕的后果 比如 今天乐视网会跌停 如果那样的话 可就完蛋了 应该不会的 李成刚看了看创业版的分时走势图 虽然来回震荡的很厉害 但实际上 只是在1%左右之内不断上下走着 而且 整个板块的成交量配合也很好 你看创业版的指数 走得很稳 乐视网虽然今天下跌了 但还有其他权重股在支持着板块 就是一个轮涨的走势 不用担心 李成刚看见白冰冰撬脸上 充满了紧张不安 和之前相比 他今天好像特别激动的感觉 但是李成刚做梦都没有想到 白冰冰竟然会胆子大到 去刷信用卡来炒股 他说道 就算是要走牛市 也是板块不断轮动 相互上涨来助推的 不可能天天上涨 总有调整的时候 说着 他切换到银之节 银之节昨天冲高回落后 今天又是一个下跌的走势 他的走势 在李成刚的预料之中 眼下银之节虽然在下跌 但价格还是在9块钱之上的 所以 李成刚之前买入的8000股 还是在盈利之中 只不过幅度较小而已 五盘结束后 乐视网跌到了2 69%的幅度 白冰冰心里一阵后悔 暗存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刚才就应该在38块钱的价格 先将底仓全部都卖掉 这样也能做个替了 冰冰 你今天怎么了 中午两人到小区门口的饭店里 点了两个菜 李成刚一边吃着 一边端向 打量着白冰冰 他察觉到 有些不太对劲了 因为白冰冰的话 突然间变少了 整个人显得一直心不在焉 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和之前的他完全就是判若两人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李成刚试探的问道 嗯 啊 白冰冰点了点头 玄机一个机灵 对李成刚说道 哥 你刚才说什么 对不起啊 我有点走神了 没注意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李成刚重复了一遍 认真的说道 我看你今天一直都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事 白冰冰连忙摇头 他可不敢和李成刚说 套刷信用卡炒股的事情 他一旦说了 肯定要被李成刚训斥的 真的没有 李成刚狐疑的看着他 没有 白冰冰低下头吃着饭 借着这个动作来躲避李成刚的目光 含糊的说道 吃饭吧哥 我就是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哦 李成刚震了一下 脑海里面忽然间冒出来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难不成是大姨妈来了 所以他穿了一件红裙子 这个解释似乎还挺合理的 李成刚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毕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继续追问下去 岂不是显得太龌龊了吗 五盘开始交易后 乐视网的股价 一点半时又有数千手的大卖单出现 将股价瞬间砸的跌落到了两个点 啊 白冰冰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翘脸一瞬间就变白了 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完蛋了 是不是要跌停了 他身体都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李成刚更是被他这突然一声尖叫 吓了一跳 看着他紧张不已的样子 哭笑不得的说道 冰冰 你干什么呀 哥 不会跌停吧 白冰冰现在已经慌得不行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李成刚身上了 他连声说道 你不是说乐视网还没有出现加速阶段吗 应该不会跌停吧 与其说是询问李成刚 倒不如说 他是想从李成刚这里获得到信心 冰冰 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 李成刚不解的看着他 疑惑的问道 我记得你之前买入乐视网 一直拿到现在没动 那你至少应该盈利几十个点了才对 就算是跌停了 那你也是赚钱的呀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炒股这种事情别过于贪婪了 你要是真的担心今天跌停 那你不如就现在卖掉的了 辣袋为安 白冰冰不说话了 脸色变换不定 心里暗暗叫苦 看着盘面上波动不断的乐视网 心里不断的在思考着 自己亏损了多少钱 幸亏 到了收盘 乐视网勉强收回一点跌幅 以三 百分之三十一的跌幅收盘 李成刚看了看创业版的走势 是一个十字星的调整K线 指数稳稳的站在五日线之上 他说道 没问题 创业版整个板块走势很好 今天是医药和国防军工板块在领涨 传媒板块在调整 问题不大 你别担心 嗯 我知道了哥 白冰冰努力瞪大美眸 仔细看了看创业版的K线图 这个十字星的K线 让他心里莫名其妙的压力增大 他忍不住说道 哥 今天是一个十字星的走势啊 没问题 李成刚点头 说道 十字星来说 通常都是要变盘的宇宙 但这个十字星的日K线 量能配合的很好 我觉得 他只会继续向上 不会向下的 想了一下 他看着白冰冰 坠坠不安的样子 叹气说道 冰冰 你别担心了 中小创的牛市来了 其实只需要持股不动 一直拿着长线 你也能赚到钱的 第197章 心态导致技术扭曲 哥 真的是牛市来了吗 你能确定吗 白冰冰听到李成刚的话之后 忍不住问着 其实通过这段时间 和李成刚在一起炒股 李成刚每次对于股市的分析判断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不知不觉中 白冰冰对于李成刚的信任度 是越来越高 现在一直忍着没有卖掉 都是因为相信李成刚的原因 而今天的交易更是如此 看见李成刚在大跌时 逆势去加仓 白冰冰当时信心大增 心里的贪婪再也克制不住 直接全仓买了进去 但是他的信心 在收盘后 看见跌了三 31%的乐视网 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坠坠不安 心里后悔不已 牛市是非常确定的 李成刚叹了一口气 劝说道 冰冰 我说过很多次了 炒股 心态第一 技术第二 没有良好的心态 就没有技术可言 因为贪婪和恐惧 会让你的判断产生扭曲 这是最可怕的 比如 在一只股票上升趋势良好时 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跌 那在短线交易中 就已经要进场减货了 哪怕是第二天继续跌 同样 还是要逆势再次买入预定的仓位 严格进行仓位管理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如果接下来 连续调整五六个交易日 只要没有跌破短线的止损线 那就应该牢牢拿住 不被波动的盘面股价所恐吓出去 而一旦短线交易 跌破了止损线 那么就不应该抱有任何一丝幻想 更不能被盘中的反抽走势所迷惑 要坚决止损 不能有丝毫犹豫 这一切的交易操作 都要建立在心态上 才能够坚决执行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患得患失 心态失衡 这种情况下 追涨杀跌 头脑发昏 最容易犯下的错误 就是因为盘中股价震荡而去交易 明白了吗 嗯 我知道了哥 白冰冰忍不住苦笑了起来 道理我都懂 但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世界上 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知意行难了 李承刚理解的说道 道理人人都懂 但能够做到的人 又能有几个 最重要的是 股市之中每天的不断波动 在这种波动下 股民如果时时刻刻的盯着盘面 盯着自己的账户计算盈亏 那种心理压力就更大了 哥 那你的意思是 别看吗 白冰冰下意识问道 短线操作 肯定是要天天盯盘的 比如我这样的 李承刚摇了摇头 说道 短线操作说白了 就是一种套利行为 而且 短线操作精髓 就是在于 去抓股价当天 或者是几天内的波动 如果不盯盘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 许多股民在短线操作时 往往都是容易亏损的 除了节奏没有踏准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没有办法做到 坚决的止盈止损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许多股民 都买到过大牛股 但都没有拿住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承刚笑了笑 接着认真的说道 用正常的心态 来看待亏损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 炒股的人 可以做到 每次买入都是盈利 从不亏损的 当然 除了骗子 和一些靠卖书 讲座的股评家 真正炒股的人 谁没有亏损过呀 最重要的是 心态 嗯 哥 我知道了 白冰冰点了点头 说道 我先回家了呀 今天有点累了 好 李承刚嗡了一声 回到家里 白冰冰将自己扔到沙发上 下意识忍不住拿出来手机 打开股票交易软件 入神的看了起来 今天乐视网的这根大阴线 他越看越是觉得心慌 看了一眼 之前几十个点的盈利 由于他今天一口气 加仓五十万 导致盈利幅度 只剩下区区的一 百分之八十七了 盈利幅度 有一万零八百七十二元 看见这个数字 白冰冰心里的压力 才逐渐缓和了许多 今天的买入 虽然没有亏损 但也没有盈利 亏掉了手续费 白冰冰连晚饭 也没有心思吃了 胡乱找了点零食 忍不住去东裁贴吧 里面去看其他股有的留言 利铁为证 乐视网肯定会成为 创业版的妖骨 乐视网至少能够 涨到二百块钱 一百元钱不是梦 贴吧 有许多这样的帖子 白冰冰都会点进 这样的帖子里面 去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有些人信誓旦旦的 谈乐视的超级电视业务 声称前景有多么美好 看见这样的消息 白冰冰心里就会很舒服 当然 也有一些人并不看好 认为乐视网的涨幅 已经太大了 连续两天的高位盘整 再加上今天的收跌 足以证明是到底了 看见这样的帖子 白冰冰只是扫一眼 并不认真去看 他心里就觉得 这些人是在胡说八道 万一明天再跌5%怎么办 躺在床上后 白冰冰辗转反侧 心里不禁在想着 一旦跌百分之百分之五 我之前所有的盈利 就都没有了 并且还会亏损 我今天实在是有些太冲动了 不应该全部一口气 都买入的 应该按照李哥说的那样 分批买入才对 想到这里 白冰冰心里一阵后悔 一阵自责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当时 自己会那么冲动 一口气全部都买了进去 明天如果上涨2% 我就全部都卖掉 白冰冰早早的就睡着了 临睡前 脑海里在私存着 2% 也有一万多了 能赚两万多块钱 也足够了 第198章 超级电视的刺激 咦 就在白冰冰早早入睡后 李成刚在复盘时 看见乐视网 在晚上发布了一个公告 乐视网2013年5月7日宣布 联合供应商夏浦 美国高通公司 富士康和播控平台合作方 CNTV 正式推出60寸 4合1 7000兆赫兹智能电视 乐视TV超级电视 X60 以及普及型产品S40 李成刚将这个公告内容 看了一下后 又去网络上搜索了一下 许多新闻网站 都已经转载了这个消息 他第一时间 就立即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今天白天的杂盘 分明就是主力资金 故意而为的洗盘 原因很简单 在这个市场上 主力资金所掌握的消息速度之快 远在普通散户之上 甚至有些时候 一只股票开盘 突然莫名其妙地 封了一个一字涨停板 速度稍微快一些的 在12点半的五盘休息时间中 会出现相关的消息 但更多的时候 则是在晚上8点时 个股的新闻消息 才姗姗来迟 这个消息 对于乐视网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李成刚点燃一根香烟 慢慢抽了起来 心里私存着 乐视网这家公司 太会讲故事了 这个超级电视的发布 算是将之前的概念 变成了实际产品 这对于股价 肯定有一定的刺激 明天大概率是一个涨停板了 这样来看 李成刚今天做题卖掉的500股 似乎卖得有点早了 但他并没有后悔 更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毕竟 他就是在坚决执行自己的交易而已 乐视网晚上忽然发布的利好公告 除了主力资金外 普通散户是根本不可能会知道的 卖掉就卖掉 反正还有1500股在手中 能赚到就好 李成刚的心态很平和 炒股这种事情 盈利了不自大 亏损了不气馁 更不能急于扳回损失 一旦割入了某只股票后 又立即买入另外一只股票 期待另外的股票 能够弥补回上一只股票的损失时 大概率会以再次亏损收场 因为这个时候 股民的心态 已经不能用投资和套利套机来形容了 只能用孤注一致的赌博时的幻想来形容 而且 想要幻想通过割入换股的方式 来弥补上一只股票的亏损 这种操作难度并不小 如果是在空仓的操作下 这种操作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如果是全仓交易 概率就会变得非常低了 因为全仓交易 假如上一只股票亏损了5% 那么换股之后 就必须要有10%的盈利 才能够回本 这还不算其中的手续费和印花税 第二天才8点半的时候 李承刚就被敲门声惊醒了 今天的白冰冰穿的就很普通了 白T恤 一条牛仔短裤 头发随意披着 李承刚瞟了一眼 他那双纤细笔直的眉腿 心里暗存 这小妖精天天把腿露出 难道生怕 别人不知道他的腿好看吗 在李承刚看来 一个女人是不是漂亮 其实不能单纯的看相貌 而是要去看腿 一双纤细修长的腿 能够给女性带来不少的加分 有些女性相貌的确很漂亮 但一双腿又粗又短 立即就将整体形象拉低了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 李承刚打了一个哈欠 转身往卫生间里面走 随口说了一句 今天乐视网可能要仗停了 啊 白冰冰一听 先是一愣 转集追在他身后 哥 你确定 为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利好消息了 他第一反应就是 乐视网肯定发了什么利好消息 要不然 李承刚肯定不会这样说的 嗯 昨天晚上出了一个公告 乐视网和许多家公司合作 推出来了 他一直说了 很久的超级电视 李承刚一边说着 一边将想要跟进来的 白冰冰推了出去 你先到外面等我的 白冰冰站在门口 超级电视 乐视网不是视频网站吗 怎么又有电视了 还有 这个电视叫超级电视 是什么意思 和现在正常的电视不一样吗 当然是一样的了 李承刚一边刷牙 一边随口说道 不用超级这个形容词 怎么能够显示出来不一样呢 不过 这个形容词 真的是很匮乏 什么超级 巨大 史上最强等等 只有形容词匮乏到了极点的人 才会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白冰冰没有理会他的吐槽 连忙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乐视网发布的公告 心情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在屋子里面连连转了几圈 心里疯狂的叫喊着 要发财了 哈哈 昨天全仓买入 真的是买对了 他这一瞬间 早就将昨天晚上患得患失的心情 彻底丢到后脑勺去了 至于之前全仓买入后 心里又后悔 又自责 又担心的心情 更是全然都不记得了 最重要的是 白冰冰这会儿 早就将他昨天所想的 今天能赚2%就卖掉的想法 丢到了九霄云外之外 9点15分集合竞价时 乐视网就是38 8元价格上 出现了7000多手的买单 随着时间 乐视网的买单越来越多 从7000多手 变成了1万手 3万手 4万手 哥 这是真报单 还是假报单啊 白冰冰看着不断变多的买单 心里一阵又兴奋 又紧张担心 这是真的 李承刚言简意概地说着 指了只买二档口上的 100多手买单 解释说到 现在还不到9点20分 买二档口上出现报价单了 那么 买一的买单 就是真单了 果不其然 到了9点20分之后 乐视网的买单数量 虽然停止了快速增加 但是股价却是被不断推高 几百手的买单叠加上去后 股价就能够被推高一些 白冰冰并住呼吸 美眸放光地盯着电脑屏幕 到了9点25分后 乐视网的竞价停止 股价以39 97元的价格 涨幅7%的幅度高开 第199章 强势风版 赚了3万5 白冰冰心里 一瞬间就计算出来了 自己昨天的盈利 现在用喜出望外 心花怒放的词语 来形容他现在的心情 3万5这个数字 让白冰冰觉得自己 昨天全仓买入乐视网的操作 简直就是太对了 哥 今天会涨停吗 白冰冰说着 美眸却是依然还死死的 盯着电脑屏幕 两只粉拳紧握住 心脏砰砰乱跳 不等李承刚开口说话 他仿佛自言自语 又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 接着说道 今天肯定会涨停的 高开的幅度有点大 李承刚并没有像白冰冰这样激动 而是认真的看了一眼成交量 在集合竞价交易这五分钟里 乐视网就放出来了五万多手的成交量 相对于之前的成交量而言 这个成交量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如果今天是高开3%左右 或者是开盘直接强势的一字版 那么李承刚肯定不会怀疑 主力要封涨停的决心 但是高开7% 这让李承刚有些不太明白了 按道理来说 借助昨天的利好消息 主力资金今天顺势拉涨停板 应该很轻松的 李承刚一边琢磨一边说道 这个幅度不上不下的 很让人难受 冰冰 白冰冰一愣 目光终于落在了李承刚的身上 今天肯定要风涨停板了 你这个时候卖 岂不是亏了吗 我赚钱的呀 我怎么亏了 李承刚当时哑然失笑 说道 我从前天开始买入乐视网 到今天为止 都赚了8%左右了 我怎么亏了 对于短线操作来说 这个盈利已经不少了 一边说着 他一边打开股票交易软件 看了一眼盈利幅度 在期 89%左右 现在卖 岂不是有些可惜了吗 白冰冰不解的问道 要不然开盘再等一下 等一下也行 李承刚想了一下 看了一眼掌停板的价格 直接将股价挂到了40 5元的位置 选择卖出500股 笑着说道 如果主力资金打算 趁力好充一下 应该能够将我这个单子吃掉 话音刚落 9点30分到了 乐视网开盘的一瞬间 一比1000多手的单子 瞬间出现向下砸 股价变成38元多左右 但不等俩人反应过来 下方一涌而出的买单 瞬间将乐视网 就拉到了掌停板上 李承刚挂的单子也直接被抢走了 掌停了 太好了 白冰冰激动的浑身颤抖不已 忍不住兴奋的叫了起来 但紧接着 封住掌停板的5万多手封单 就被出现的卖盘砸没了 乐视网打开掌停板 股价瞬间被砸到了8%的幅度 李承刚没有任何反应 继续观察 白冰冰却是一下就急了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了呀 哪来那么多人卖啊 有主力在卖 也有散户在卖 李承刚笑呵呵的说着 冰冰 这么厚的血 哪怕就算掉一点 也无所谓的呀 白冰冰没有说话 心里暗存 这现在少2% 对于我来说 就是1万多块钱啊 我上班一个月累死累活 也才不过赚1万多而已 又是连续不断的买单出现 将乐视网的股价拉起来 多空双方在这里激战 换手率迅速增加 量比也达到了20 交易到现在为止 才不过十几分钟而已 乐视网的成交量就再度放大 已经超过了昨天一天的成交量 量比还在不断慢慢变大着 不论是买单还是卖单 都是几百手的单子 不断交易着 一分钟之内 至少就成交五六千手 几千手的买单 开始频频出现了 将上方不断出现的卖单 坚决吃掉 白冰冰在旁边看得目不转睛 粉拳紧握 让李承刚看得心里有些想笑 他这副样子不像是炒股 倒像是要和人打架一样 不过想到自己当初 第一次买到涨停板时 心情也是十分激动 李承刚倒也能够理解 一笔上万手的买单出现 这个买单就像是吹响了冲锋号一样 接下来源源不断地出现了上千手的买单 将上方几万手的卖盘 全部一扫而空 最终 一笔多达十万手的买单横空出现 将乐视网瞬间拉到了四十一 十一元的价格上 涨幅达到了十 零一百分号 十五万 二十三万 四十万 掌停板上申报的买单越来越多 将所有卖盘牢牢地接了下来 封住了 白冰冰猛然跳了起来 忍不住高兴地喊了一声 心脏激动地砰砰砰乱跳 脑海里面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竟然就赚了接近六万块钱 嗯 封住了 李承刚复合地说道 心里也挺高兴 毕竟他现在还有一千股的乐视网股票 打开账户看了一眼 盈利了六千多块钱 两次高抛低息的坐替 他的持股成本已经降低到了三十四 四元左右了 这两次短线交易 让李承刚非常满足 哥 今天不能卖吧 白冰冰激动过后 连忙询问着李承刚 明天是不是还会有涨停板啊 看了看成交量 李承刚说道 明天会不会涨停 现在不清楚 不过 今天能封住的话 明天高开肯定是百分之百的 具体明天怎么走 还要看明天的情况 现在做这些预测 没什么意义 怎么就没有意义了 白冰冰柳梅一条 兴致勃勃地说道 今天风单这么强势 我觉得明天肯定还能涨停 细细 又能赚一个涨停板 想到明天如果再次涨停的话 两天下来 稳赚十一万块钱 白冰冰开心地忍不住在屋里走来走去 拿出来手机 躲着李承刚 偷偷打开账户看了一眼 看见盈利的金额 变成了接近七万块钱时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飞出来了 哥 我请你吃饭 白冰冰将账户退出来 开心地说道 咱们晚上去吃海鲜大餐 好不好 你把你的女徒弟叫上 我请你们 第二百章 太会讲故事也不好 看他这副兴奋劲儿 李承刚忍不住笑了 调侃地说道 你才赚了多少钱啊 这么兴奋 白冰冰自然不敢 将他套刷信用卡的事情说出来 我成本那么低 一直没动 拿到现在 差不多赚了快两万块钱了 李承刚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很不错了 我在乐视网上赚的钱 加起来才差不多 哥 那你说你来回折腾什么劲儿啊 白冰冰顺势笑着问道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 一直拿着不动 怎么说呢 李承刚沉吟了一下 说道 牛市五股不动 最笨的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但乐视网的时空人 太会讲故事了 这样的公司 站到风口上可以上天 但是当风没有了以后 也会摔死 还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的 重庆啤酒吗 它就是典型的 借着故事被炒作上天了 当故事结束后 哪里来的 又回到哪里去了 我们只要在天上的时候 逃掉了 不就行了吗 白冰冰信心满怀的说着 昨天买入乐视网 今天就涨停了 这一次的交易操作 让白冰冰的信心 此时此刻已经爆棚了 你能知道 哪里是天上吗 李承刚反问了一句 慢悠悠的说道 我们又不是消息灵通的主力 怎么可能第一时间就知道消息呢 我们只能从个股的走势上去判断 主力资金一旦意识到 风口要停了以后 肯定会加速疯狂逃离的 如果能看出来 那么我们就能跑 如果看不出来 那就只能在里面 等着挨闷棍了 比如 开盘就跌停这种大闷棍 几个闷棍下来 所有的盈利会都回吐了 不至于霸歌 白冰冰耸了耸香肩 笑眯眯的说道 我就是觉得 你这么辛苦的来回折腾 还不如我老老实实地拿着呢 短线和长线不同 李承刚摇了摇头 说道 长线持股在于 发现一个好公司 然后你一直拿着它 享受着公司 不断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而短线持股 就是在于去寻找准备启动拉升的个股 短线操作 必须要每天有大量的时间看盘和复盘 保持着盘感才行 乐视网太会讲故事了 在牛市中 这样的公司会上天 但是我不敢长线拿它 相比之下 我还是看好银之节这只股票 它的盘子也小 概念也好 顿了一下 他接着说道 其实在牛市中 具体到个股的涨幅 到最后是差不多的 只要不是太差的股票 几乎都会涨好几倍 所以我也不打算折腾我的长线持股 他大概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其实 还有一句话 他没有告诉白冰冰 那就是 很少有油资 是一直长线无骨起家的 许多著名的油资 都是通过短线操作 积少成多 将资金量做大的 在股市中 也有一些人通过长线持股 七八年甚至是十几年 做到了一百倍的盈利 但是 具体到个人身上 那又不同了 比如李成刚这样的 他现在全职炒股 让他这样长线持股七八年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股票 如果他像在华山遇到的董大勇 身家几千万 自己以前开公司的话 那么李成刚在炒股时 也会去寻找一个好公司 然后长线持股不动了 可是李成刚现在全部身家 累积起来不到二十万 他拿什么资本和董大勇 这样的人相比 也去完长线持股 切换到银之节上看了一眼 在2013年5月7日 也就是昨天 银之节大跌五 百分之八十七 今天早盘的银之节 努力的在一 百分之五涨幅内 不断慢慢波动着 白冰冰凑过来看了一眼 忍不住就笑了 说道 哥 你是不是看走眼了呀 你看乐视网今天都涨停了 这个银之节 才涨了不到百分之二 我打算做长线 自然不在意短期的波动 李成刚笑了笑 跌了 白冰冰看见银之节的股价 突然被出现的卖单 砸得一路向下 连忙喊了一声 很正常啊 李成刚瞟了一眼 说道 昨天跌了那么多 今天又没有成交量 量比还这么低 才一 一左右 下跌也是正常的 一笔几百手的卖单出现 直接将银之节砸到了八 八十五元 跌幅达到了二 百分之四十五的幅度 李成刚直接以这个价格 再次买入了两千股 哥 你还买啊 白冰冰见状 忍不住惊讶地说着 不换 李成刚摇头 说道 我之前原本就打算买上一万股的 第一次买 只买了八千股 现在再买两千股 就正好了 接下来 除非牛市结束 要不然 这只股票 我不会卖的 哥 白冰冰想了想 美眸一转 笑眯眯地说道 你要是万一 看错了怎么办 我觉得 你还不如干脆再全部买乐视网得了 让我给你抬轿子吗 李成刚开了一个玩笑 摇头说道 乐视网在接下来 我还是会继续关注他的 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进去做一下短线 但长线持股 以我现在的资金量 持有银之节这一支就足够了 再看看乐视网的走势怎么样了 哥 白冰冰点了点头 他现在满脑子里 都是乐视网掌停板的兴奋 不论李成刚说什么 他其实都是听不进去的 乐视网刚才封住掌停板后 有四十多万手的风单 但是现在居然只剩下了一万多手 怎么消耗的这么快 白冰冰见状 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话音刚落 掌停板上的风单快速减少 卖单出现 将掌停板打开了 这一瞬间 李成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一次特瑞德的风版 不也是这样的烂版吗 股市千变万化 但有些时候 主力在做一支股票的手法 都有着类似的痕迹